黄老师辛苦您同意一下 我们的视频请求 我这里是猫头的这个视频 我打不开 说不允许 把猫头的这个视频打开 稍等我再操作一下 您收到了吗 你看一下 还是不行 声音系统显示您拒绝了 没有你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风景的那个打开了 或者说您这边关共享 我们来帮您分享 好的 好的也可以 那我就把共享关掉吧 共享我看怎么了 好 但是我这个这个视频 你还是没有允许我打开 有一个猫咪的 请求了 可能是和昨天遇到的系统问题一样 那我先音频吧 你们那边是不是先继续先音频 还是什么样 那就辛苦您先音频 好的 感谢一财仲裁周的邀请 能够给我这么一个机会 跟各位老师和专家学者 一起来进行一个学习和分享交流 那么今天呢 我交流的这个 主要的题目呢 就是民发点时代 融资租赁热点问题的思考 那个 我今天讲的呢 主要是分为四个部分 一个是我国融资租赁业务的发展情况 第二部分是融资租赁合同的定位 及影响 第三部分是融资租赁合同 及效力 第一次呢 是融资租赁热点问题的思考 现在我们就先讲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呢 我国的融资租赁业务呢 它是在2000年开始呢 是逐渐发展起来的 主要是产生于那个 珠三角这一代 那么迅速发展于呢 最近的十年间 特别是在最近的五年间呢 这个融资租赁的纠纷呢 是成一个直线上升的趋势 我国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主体呢 主要是有这两类 一个是金融租赁公司 可以简称金租 另外一类是融资租赁公司 可以简称商租 那么金融租赁公司呢 我国呢 近类是71家 资产规模是34,000多亿 商租呢 是接近12,000多家 企业资产规模 63,000多亿 这二者加起来是 接近10万亿的规模 那么金珠和商租呢 它是有区别的 主要表现在审批单位啊 股东构成啊 业务范围啊 这些呢是有区别的 主要的区别点是在于呢 金珠呢 它是属于非营的金融机构 需要银保就会审批 商租呢 是普通的公司进行商务注册就可以了 那么作为金融机构呢 它的股东构成 发起人以及加入股东呢 它都是需要银监会 银保节会来进行一个审批的 它的限制是在金珠公司管理办法呢 第八条到第十五条呢 又做了相关的规定 商租呢 就是由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战型办法 第四条呢 仅仅是做了一个原则性的规定 另外一个呢 就是金珠和商租呢 业务范围呢 也不同 比如说金珠呢 它可以同业拆借 向金融机构借款 境外借款的 那么商租呢 它是不得与其他融资租赁公司 进行拆借 或者变相拆借资金的 国务院的一个相关的规定呢 也说明说 也说明说那个给了商租有增加了一个业务 就是保理业务 那么金珠呢 是不允许从事保理业务的 那么融资租赁业务的主要类型呢 有主要是三大类吧 一个是职租 一个是售后回租 另外一个是转租赁与双租赁的业务 职租呢 就是现在我们的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 第三条和民法典 第735条的规定的 那么一个操作的行为 售后回租呢 是在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 第5条做了一个明确的规定 售后回租是指 陈租人将自有物件出卖给出租人 同时与出租人签订融资租赁合同 再将该物件从出租人处租回的融资租赁形式 它的核心呢 就是盘活现有的存量资产 进行再融资的安排 另外一个呢 就是转租赁与双租赁的 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转租赁呢 是指融资租赁公司将存量的融资租赁项目 通过融资租赁再次转让给另一家融资租赁公司 以盘活资产获得融资 或者交易融资租赁赁的业务模式 转租赁的定义呢 是最早出现在人行的 中国人民银行2000年6月30日颁布的 金融资租赁公司管理办法的第48条 那么这个条款呢 在2014年的3月13号发布的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 当中呢已经被删除了 所以呢 无论是商务部啊 银保监局啊 银保监会啊 以及财政部啊 甚至是国际公业呢 里面往往都是提起了转租赁这么一个概念 但是对转租赁的构成呢 并没有做一个具体的规定 那么最近的业务呢 又出现 就是最近的司法实践当中呢 又出现了双租赁的概念 就是说是指的双重的售后回租的形式 就是两 第一个是售后回租 第二个是两个融资租赁项目 业务呢 进行一个嵌套 那么上海的金融法院和北京高级法院呢 公布的案例呢 最终对这个双租赁的融资租赁的属性呢 它是予以否定性的评价了 而定性为是借贷的法律关系 但是我个人认为呢 双租赁的话 在交易过程当中 它是也有两种形式的 一种是资产直接转让出去 中间的既是承租人 又是出租人的这一方呢 它是不承担任何的风险的 就是资产直接画得清楚的 还有另外一种的是资产不出表 还是保留在第一层的出租人的财务报表当中的 这两种呢 是应该要做一个区分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 对双租赁的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认定的话 还是应该要从租赁物的所有权转移 融资租赁合同的实际履约人 以及对合同相关的最终的风险承担等方面要进行分析 而不是一概因为双租赁的出现 就否定了融资租赁关系的成立 第二部分呢 就是讲融资租赁合同的定位及其影响 这次民法典出台之后呢 融资租赁合同的定位呢 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 那么这个背景呢 是主要是因为呢 世界银行集团呢 全球营商环境的报告 迎合国际动产担保制度改革的一个总体趋势 在它的指标体系当中 将各国是否采新基于功能主义的 云元化动产担保交易制度 作为评估指标之一 对我国的这个民法典的编撞 是产生了一个重大的影响 它的主要表现呢 在民法典与民法典配套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司法解释呢 也有了一个明确的规定 第一条就做了一个明确的规定 是因抵押 质押 留置 保证等担保 发生的纠纷实用本解释 所有权保留买卖 融资租赁 保理等涉及担保功能 发生的纠纷实用本解释的有关规定 所以这里呢就更一步明确提出了 融资租赁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融资融物功能之外 它还具有担保功能 那么如何确定其担保功能 那么目前呢 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 做规范性的规定 第二呢 在具体编排上呢 民法典呢 是没有采纳担保法独立层编的建议 而是按照误权和加合同编的并列 来进行的这样的安排的 同时呢 就是在合同编当中呢 就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呢 朝着动产担保的方向呢 改变了既有的交易规则 它具体设计的条文是有下的 比如说民法典388条的第一款 是担保合同 第403条是动产抵押的规则 第641条第二款 是做了一个所有权保留的规定 第745条呢 是做了融资租赁的规定 第768条呢 做了多重保理的一个清长顺序的安排 那么实际上从这个民法典的这么一个规定的情况来下 我们的可以看到担保物权的进行的一个重购 也是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担保 主要是包括抵制压的 加上融资租赁所有权保留的担保 那么传统意义上担保就是典型担保 其他的那个融资租赁所有权保留叫做非典型型担保 从权力的角度来说呢 典型型担保是属于重权力担保 而融资租赁等这种情形的话呢 非典型型担保的方式呢 是发挥担保功能的所有权 第二个是所有权的对抗规则 这个所有权 苏令物所有权未经登记不得对抗上一地三人 这有一个登记对抗的问题 这两个特殊的规定 一个是一般的动产交付的效率规定 是交付时发生法律效率 第二个是特殊动产登记的效率 它是规定了船舶航空器机动车等的物权的设立 变更转让和消灭 未经登记不得对抗上一地三人 那么这225条的这个规定的话 船舶和航空器的登记呢 是很清晰的 实践操作当中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现在关键就是机动车的一个登记的问题 我在随后会做一个专题的一个说明 第二个是不构成善意取得的情形 这也罗列了 这个主要是注意几点吧 就是出租文 出租人要在租赁物的显租位置上 做出标识的 出租人授权成租人将租赁物抵押给出租人 并在登记机关依法办理抵押权登记 这个抵押权登记 主要是用于车辆的登记的方面 第三个呢 就是进行一个融资租赁交易查询 第四个呢 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交易标的 为租赁物的其他情形 这个是一些常规的嘛 常规的规定 第三呢 就是讲租赁登记 这个租赁登记的话呢 是新实行的 是在2021年1月1号开始实行的 是国务院帮布了 国务院关于实施动产 和权力担保统一登记的规定 在全国范围内 对动产和权力担保呢 进行一个统一登记 由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呢 承担上述担保登记的职责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 不再承担动产抵押登记的职责 这里呢 它的第二条里面呢 就是 纳入动产和权力担保 统一登记的范围呀 的担保类型 它就包括 生产设备 原材料 半成品 产品抵押 第二是应收账款质押 第三是 存款单 餐单 提单质押 第四是融资支令 第五是保理 第六是所有权保留 第七是 其他可以登记的 动产和权力担保 但 机动车抵押 船舶抵押 航空器抵押 债券押 基金份额押 股权押 知识产权权 中的财产权押 除外 它这里有一个淡书 这个淡书里面 其他的呢 实物操作都没问题 但是机动车的抵押 是存在问题的 第三点呢 是纳入统一登记范围的 动产和权力担保呢 它是由当事人通过 中国人民银行 征信中心 动产融资统一登记 公司系统自主办理登记 就由登记人 对登记的内容 真实性完整性 和合法性负责 登记机构 不对登记内容 进行实质性的审查 这是逐赁登记 这个确实对 融资租赁的业务的发展 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那么这个 征信中心的登记呢 应该是在四年前 对金租公司 从事融资租订业务呢 已经有了这样的要求和安排 但是商租公司呢 从事这一块业务呢 是没有做这样的安排的 那么从2021年的 1月1号起呢 就把这个商租和金租 从事的融资租赁业务呢 都做了一个统一的安排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讲融资租赁的合同 与效率问题 首先是融资租赁 合同的定义 我们关注到 民法典对融资租赁 合同的定义呢 实际上一个是 就是一个执租 执租行为的定义 那么在民法典呢 原来的征求意见稿中呢 是有售后回租的 融资租赁交易方式的 约定的 但是最后成文呢 正文出来的时候 是删除了这个 售后回租的条款 实物中呢 售后回租业务呢 同样也分为两种 一种是叫做融资性租赁 一种是经营性租赁 二者的区别的话呢 是在于呢 一个是出租人的 出使回报呢 它不同 融资性租赁的 出使投资回报呢 它是本金加利息 经营性租赁呢 出租人的出使回报呢 是部分本金加利息 加资产余值或其他收益 其实它还有一个不同的 就是进入出租人的 财务报表的形式也不同 那么我这里想举一个例子 最清晰的 比如说飞机和船舶的 经营性租赁的话呢 就是售后回租的 经营性租赁就是属于 那个这种 很特别这种情况 它可能一个租约 就是五年六年 租约完成以后 飞机收回来 它是本金加利息 财务报表是本金加利息 加这个飞机资产的余值 或者其他的收益 然后我再投放第二个租约的时候 可能又做一个六年 或者七年的一个安排 是这样的 那么对于售后回租的呢 最高法院是予以认可的 在相关的司法解释呢 是规定了人民法院 不应仅以承住人或出卖人 弃同意人为有 认定不构成 拥责租赁关系 但是这里要注意点 如果刻意规避法律与政策 会影响法律关系和合同效率呢 因为在一些交易当中呢 当事人以售后回租为名 定立合同 交易实质 却不符合这个 合同法第237条规定的 出租人与承住人之间的 权利义无关系 存在以售后回租的形式 规避相关法律及政策的情形 比如 没有真实明确的租赁物 售后回租合同中 租赁物低止高卖 租赁物上设有权利的负担 没有完成租赁物 所有权转移等手续的 这些情形都可能会 对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认定 和合同效率 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合同的成立及生效要件 这个是没有一个特别的规定 这个都跟一般的法学基础理论 规定的情况是一样的 这就不说了 时间关系就不说了 再下一页吧 这个合同的约束力 也是一样的 这个也是常规的一个约定 再往下走 我这里重点讲一下 融资租赁物合同无效的情形 因为合同无效 它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了 但因其违反了法律 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或者违背公序良述等情形 而不发生法律效率的合同 就是其本质特征是违法 那么融资租赁物合同无效的情形 主要有四种 第一是与虚构租赁物方式 定义融资租赁物合同 这是民发典新增的一个规定 第二呢 是违反法律 新增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三是违反公序良述 第四呢 是当事人恶意串通 损害他人合法权益 结合这个情况的话 我重点讲一下 融资租赁物热点问题的一些思考吧 第一个就讲虚构租赁物的合同 虚构租赁物的合同 首先明发点是在737条 它是做了一个新的规定 虚构租赁物方式 定立的融资租赁合同无效 那么最近在互联网上 已经出的 就是说有流传的 这还不是一个正式的公布的版本 就是说最高法金融民商审判 37个最新规则的第11条 是这么来规定的 融资租赁是以融物的方式提供融赁 没有租赁物不构成融资租赁 出租人仅以成租人 已经签收为由 主张租赁物已经交付了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应当结合买卖合同 付款凭证 发运单证 发票租赁物的交接手续等 相关证据进行综合判断 对于融资租赁公司 明资租赁物 需够仍然提供融资的 明珠时代合同 法院尽管可根据 通谋虚伪的意思表示 意思表示无效的规定 认定表面形成的融资注定合同无效 但如无其他法定无效情形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 该合同隐藏的借款法律关系有效 以避免债权脱保 根据过错相当规则 可根据债务人的抗辩合同 对约定的过高利率 依法予以调整 这个第十一条的规定的话 从网络上流传的第一版本 相比是内容是有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第一个版本出来的话 就是没有租赁物的 不够租赁物的租赁关系 合同无效 直接就这么说了 后来的话呢 现在公布出来的第十一条 应该是有相当多的 业类的人士的一个反馈的一个结果 另外一个就是 最高法院关于审理融资注定 合同纠纷案件 使用法令问题的解释的第八条的规定 第八条的规定的话 主要是对出租人 要求出租人对租赁物的一个 瑕疵担保的一个规定 但是这里所注意到的 就是对租赁物的交付 是没有做规定的 那么它还涉及到民法典的 744条 747条的相关的问题 这里主要是约定了 出租人对租赁物 瑕疵担保免责的规则 还有出租人对陈租人 要保证租赁物 使用义务的一个 保证的责任的约定 那么怎么去解读 这个法律的规定 就是说一旦应该要注意 第一个的话 它有几个条件 出租人是明知租赁物虚构的 仍然提供融资的 融资的民租时代合同 即出租人有过错 会导致合同无效 那么怎么是说 明知租赁物虚构呢 在最高法院公布的 关于民法典的理解与实用 合同篇的理解与实用当中呢 对这一条的它的解读呢 它举的例子就是说 是这个租赁物实际上是 没办法进行交易 没有交易价值的 没有交易价值的 比如说是道路啊 广网啊 还有那个开发区的一些 园区的道路啊 使用啊 带有公益性的资产的 这一块 它是指的是这一例子 但是它就没有 其他的就没有举例了 这是最高院的那个出的书里面 是这么来解决的 第二点呢 就是说 那么如果出租人没有过错 融资租赁合同 没有其他法律无效的情形 哪怕法律关系变化了 不是融资租赁关系 而是借款法律关系的话呢 那这个法律关系 依然是有效的 以避免债权的一个脱保 那么第三点呢 这就是在实务界当中 非常关注的问题 包括我做仲裁员的时候呢 审理案件也碰到这问题 就是说金融裁判规则的第十一条 就是说租赁物不存在 是否实用于植租的模式 因为植租的模式 当你是根据出租人 是根据乘租人的选择 要买一个设备 往往是把这个款项 这个购买物 租赁物的价款 是直接打给供货商的 这么一个交易的行为 由陈租人的收获 确认收获以后呢 来直接付租金的 这么一个交易的模式 那么这个 如果签约的时候 使用于签约的时候 租赁物是不存在的 那么在植租当中 这个租赁物确实都是不存在 它是要根据陈租人 往往是根据陈租人的要求 去直接去定做的 或者是再去购买的 等等这种情况 所以这里呢 目前的法律法规呢 它是没有对 这个租赁物虚构的 这么一个情况 到底实用于 哪一种的交易模式 是没有明确规定的 那么如果实用的话 持缘交货或者不交货 是否是属于这第11条 没有租赁物的情形 供货商延迟交货 或者不交货 那么出租人 对这个租赁物的交付 是否要承担责任 承住人呢 是否也应该按时支付租金呢 这都是在实务裁判过程当中 裁决过程当中 我们都已经遇到了 所以我个人的意见呢 是在植树交易当中呢 事发解释呢 它仅仅是对出租人 对租赁物的瑕疵担保 是有明确规定的 但对租赁物交付的责任 是没有明确规定的 那没有明确规定 那就应该按约定来 不要轻易突破当事人的约定 如果一旦突破的话呢 那么这个司法事件当中呢 这个裁判的弹性大 也不利于呢 引导规范商业的行为 所以这个建议呢 就提出几个建议吧 供各位老师的专家学者 来批评指正啊 就是一是通过司法解释呢 往上相关法律规定 二是呢 要有效地区分 植树交易中 不交付租赁物与虚构租赁物 或者是没有租赁物的不同 应该按照法律关系是否成立 同志租赁合同效率等原则呢 进行一个判断 如果合同有效 修案约定处理 不要轻易地去否定 融资租赁关系的成立 和合同的效率 这里举一个案例 这是上海法院那边发生的 这个案例的话呢 是 首先第一个 它是售后回租 第二个呢 就是租赁物呢 确实有证据证实它不存在 是这样 因为这虽然是出租人审查了 租赁物件接收确认函 租赁物件的明细表 还有租赁物件确认函 还有那个政治税发票等等 但是因为那个成住人B公司呢 去付租金呢 A公司就提出起诉了 法院呢受理了之后呢 根据B公司认定的 政治税提出的 政治税普通发票 真实性不发现存在质疑 就去调查 所以发现发票是假 这样 那么一省二省的裁定的话呢 一省二省的判决呢 都认为 A公司作为融资租赁公司 专业性的公司 它要审查 这个租赁物是否真实存在 它是存在这个义务的 那么仅仅是有一个确认函 没有最其他的证据材料 然后政治税发票 又存在套票的行为 所以法院最后认定了 这个是售后回租合同 实为 名为融资租赁 实为企业借贷关系的合同 这是这么一个案例 这是我找到的 是一个售后回租的案例 没有找到植租模式下 租赁物不存在 或者租赁物没有交付 而使用这个改变 融资租赁关系的 这样的案例 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租金构成的问题 那么租金构成的话 民法典746条呢 是有规定的 那么这个租金构成 也是涉及到 我们在仲裁案件当中 对租金的一个调整的问题 那么这个按照法律的规定的话 融资租赁合同租金的构成呢 主要是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购买租赁物的成本 第二是出租人的合理利润 那么购买租赁物的成本呢 就是包括了租金的资金成本 租赁物的运输 检验税费 人工成本等必要的费用 具体呢 它就包括了 出租人在买卖合同中 支付给出卖人的价款 为运输租赁物支付的运输费 为租赁物投保支付的保险费 以及租赁物的调试安装费 向为购买租赁物 向银行贷款而支付的利息 以及从事这些业务的人员的工资 办公费拆旅费等等 都是可以全部进入租金的 合理利润的话 就是指的出租人 履行融资出租赁物合同的盈利 那么关于融资出租赁物资金的 司法保附的上限 有这么几个规定 一个是最高法院呢 关于依法审理和执行民伤事案件 保障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通知 是有一个规定的 第二个是2017年8月份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 若干意见 也是有一个规定的 它主要是依法要保护融资租赁 保理等金融资本 与实体经济相结合的融资模式 支持和保障金融资本 服务实体经济 对民为融资租赁 合同保理合同 实微借款合同的 应当按照实际构成的借款合同关系 确定各方的权利义务 防范单身人 以预扣租金保证金等方式 变向抬高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那么结合这上面的相关的规定 最高法院也在民法典的理解 与实用的合同片当中也指出了 对于融资租赁公司 收取的租金 以及复利罚息 违约金和其他费用 总计超过承租人融资金额年利率 24%的部分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不予支持 那么这24%的话 现在也是修改为 合同成立时的一年期的 贷款市场报价的利率的失败 它是一个变化的数字 第三个问题是 超级优先购买权的问题 这也是民法典一个最新的规定 在民法典的416条规定的 就是说动产抵押担保的主债权 是抵押物的价款的 标的物交付后时日内 办理抵押登记的 该抵押权人优先于抵押物 买售人的其他担保物权人受伤 但是留置权人除外 那么在最高法院 关于民法典担保制度的 事发解释的第57条 也做了更为明细的规定 就是说担保人在设定 动产浮动抵押 并办理抵押登记后 又购入或者以融资租赁方式 乘租新的动产 下列权利人为担保 价款债权或者租金的实现 而定立担保合同 并在该动产交付后 是日内办理登记的 其主张权利优先于 在先设立的浮动抵押权的 法院予以支持 这里他的第三项是讲到的 就是说买售人或取得 以融资租赁方式出租该动产的出租人 买售人取得的动产 但为父亲价款的 或者乘租人以融资租赁方式 占有租赁物 但是为父亲全部租金的 等等这个都是属于这个 57条的调整范围 这个的理解和实用的话 主要是把握这么几点吧 第一个呢就是说 要注意超级优先权 它主要是用于动产 本质上是为了鼓励融资 增加抵押人责任财产 而创设的一个规则 第二个呢 它的价值体现呢 是在于后担保权 可以优先于在先的担保权 第三呢这个主债权的范围 它是有限定的 是限定为与抵押物购买价款 相关的债权 就包括出卖人 奢销交易的价款 所有权保留模式下的价款 为购买抵押物提供的贷款 及其利息 还有融资租赁的租金等等 第四个就是车辆的融资租赁的业务 民法典刚刚说到225条的一个规定 就是说车辆要在一个特别机构 进行一个要去登记 但是现实当中呢 就是说无论是道路安全 道路交通安全法 公安部的关于机动车 所有人问题的富函 等等这些 包括最高法院执行的这个富函 都确定了有一个原则 就是说在公安部门办理的机动车的登记的话 不是车辆的所有权登记 这里我就不读了 时间关系就不读了 那么这里的话呢 就说是法条分析的话 就是机动车它不是所有权登记 乘住人并不因为车辆登记在其名下 而当然取得车辆的所有权 第二个呢就是出租人呢 它是有权授权乘住人将车辆登记在乘住人名下 为出租人办理车辆抵押登记后 产生对抗善意敌三人的效率 那么这里呢是带来的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实际上出租人授权乘住人将车辆抵押在乘住人名下的话呢 就是一个置物抵押模式当中的出租人的抵押 却能够得到法院认可的问题了 实际上当中我们像我所了解的出租人 就是从自租订公司做车辆的业务的话呢 确实碰到很大的难题 第一个就是没有法定的登记机构和公司程序 第二个呢当陈租人欠租的时候 出租人去收车锁车的时候容易引发侵权的争议 第三呢就是一个车辆置物抵押的一个登记问题 它的法律效率到底有多大 从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来看 最高法院还是认可这样的行为 那么现在的话呢 就是说 就说 司法解释是讲的抵押权要去相关的登记机构去办理 说不能用全力动产统一登记的那么一个情况 那么现在车辆的所有权的登记 到底应该在哪个机构办 现在是没有明确的一个规定的 那么实物操作当中呢就是在中登网的登记 也就是中国人民行政进中心的那个登记 能否视为就是一个车辆所有权的登记 这样的登记是否是符合明发典的第225条的规定呢 这个我们也在那跟立法界通过不同的渠道 在那做一个沟通吧 这里就举几个这样的案例 车辆融资租赁的这个案例 这收集到的都是法院的案例 你像这个基本上情况都是这样的 车辆做车辆的融资租赁登记 然后进行一个置物抵押的一个安排 那么像广东的法院呢 它是6640号 就是说出租人享有所有权和抵押权 那就等于全认了 然后北京的呢 这个案例呢 就是说出租人享有所有权 但是不享有抵押权 然后广东的这个一个申诉再审的案件的话呢 是一个车辆的售后回租的业务 车辆始终都登记在陈租人名下 所以他就直接认定为说 当事人之间仅有转移资金的融资行为 而无租赁物的融物行为 所以形成的法律关系呢 是不符合融资租赁合同的基本特征 所以认定的是名为租赁 是为接待 另外我们从深圳法院这边也搜了 搜了几个案例啊 这个案例的话呢 基本上也差不多也是自不抵押的 这么一个模式 那么他这边法院裁判的认为都是名为租赁 是为接待 出租人不享有所有权 但享有抵押权 这个那个时间关系具体案例也不说了 后面一个案例也是这样 后面也是深圳地区法院做的一个判例 就是名为租赁是为接待 出租人不享有所有权 但享有抵押权 那么实物当中的话呢 就是说做车辆的融资租赁业务 现在是无论是金筑公司 还是商租公司都是越来越多 那么这个租赁物以车辆 现在原来是封城机械商用车 商用车的问题 现在是包括乘用车这些都做 那么这个车辆的登记 到底是怎么来办理 真的现在在实现当中 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哪怕是办理车辆的 质物抵押登记的手续 在全国不同的区域 它的困难也是不一样的 有像我所知道的 国内有些省份 你办理车辆的 乘租人的质物抵押的 登记手续 它给你一天只能办十个车 十台车 那像这样的话 是很不利于融资租赁业 业务的一个发展了 车辆的融资租赁业务 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哪怕产生了纠纷之后 对这些融资租赁的法律关系的 确认合同的有效性 现在从我们收集的案例来看的话 都是五花八文 都有各种说法 所以我们也期待 希望能够有一个尽快的一个 统一的一个尺度吧 告诉我们 我就汇报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不当的地方 欢迎各位老师 专家学者 批评指证 谢谢 好的 谢谢黄老师 黄老师向我们分享了 融资租赁实务纠纷中的 经常遇到的法律问题 黄老师提出的相关问题呢 也非常具有思考价值 耐人寻味 让我们受益匪浅 相信结合黄老师 对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的 讲解呢 我们对仲裁实务的热点 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在近些年的伤失仲裁实务中 经常会遇到公司对赌的案件 接下来由林文阳老师 分享公司对赌纠纷中的 在权人利益与股东利益保护问题 林老师是厦门仲裁委员会副秘书长 中国仲裁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厦门是公司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厦门大学法学院实践教学导师 先后获评厦门市拔尖人才 全国新时代司法为民好榜样 全国公共法律服务先进个人等 有请林老师 各位我们法律界的同仁 各位我们仲裁界的同仁 下午好 我自己来发起PPT的 关于公司对赌的确实是这几年 我们仲裁案件越来越多 那么公司对赌案件之前大家也都讨论了很多了 我今天主要是把我们设立大量这些对赌案件中的一些困扰的问题 给大家做个交流 还有一些比较细节的问题也跟大家来聊一聊 那么关于公司对赌 我今天想从四个方面 主要涉及到跟我们目标公司对赌 跟实控人对赌 跟股东对赌 还有我们回购请求的一些具体问题来谈一谈 那么大家知道我们正在修改公司法 那么修改公司法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 大家来讨论的就是我们公司治理结构 那到底是股东会为中心还是董事会为中心 那么根据公司法修订草案第62条 我们来判断到底是以股东会为中心还是董事会为中心 很好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叫做董事会 谁来行使胜与控制权 那么现在倾向由我们董事会来行使 叫胜与控制权 胜与控制权如果定位完这个之后 那么基本上我们就以董事会为中心 当然这样的一个公司法修改 跟我们今天探讨的主题 关于公司股权对赌的问题 会有产生哪些影响 我们也正在观察的过程中 因为涉及到关于股东利益的问题 如何去保护 那么在原来以股东会为中心的框架下 跟以董事会为中心一定会有一些差别 那么今天不作为重点的 那么涉及到对赌 它仍然第一的框架是在合同法的框架下 那么因为是涉及到我们双方地利合同 合同的效力的一系列的问题 要遵循合同法中的一些基本原则来判断 那么更主要的 它同时也是公司法层面的一个问题 我正好画了一张图来描述公司 各种利益以及结构 那么这是我们拿着苹果手机的设计图的原图 它其实就有着很多的这种圆圈来组成的 那么我们原来以股东会为核心的 那么现在慢慢倾向为是不是以董事会为中心的 那么法定代表人在某种层面上 他到底能不能代表公司 管理公司对外担保的问题 显然法定代表人就不能代表公司的 那么公司一定是跟我们的债权的利益 是产生一定程度的冲突的 所以我们处理大量的案件 我们要替公司特别是相对的债权的利益 这一方来审查你们所做的股东会决议 那么跟公司对赌的效力 到底能不能成立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今天下午的一个基本框架 给大家先简单说一下 那典型的关于对赌的就是这么一个交易结构了 我们投资方通过定争的方式 或者通过股权转烂的方式 进入到了目标公司 那么就需要由公司的股东 或者实际控制人 进行某种业绩承诺 回购业绩补偿 那么担保目标公司 有时候会直接参与对赌 或者目标公司直接作为担保方 所以这里面我画了一个这种交易结构 那么第一个大问题 就是我们跟目标公司对赌 那么跟目标公司对赌 会涉及到 我们原来跟公司对赌是无效的 那么现在侵畅有效 那么就面临说减资的问题 那么现在慢慢又转化为跟公司担保 以及跟国优企业 合伙企业 外资企业 那么有些我可能简单跳过去 规定全部都说了 关于跟公司对赌 最早从我们12年的海富汗开始 那么我们认定为跟公司对赌是无效的 那么到了2019年华工案 我们慢慢认为说跟公司对赌是有效的 但它要涉及公司法142条的规定 可能会认定为这样的对赌协议是履行不能的 那么从海富汗 我们认为说跟公司对赌 为什么是无效的 给予说跟债权的利益保护 如果让公司参与对赌 势必公司是要去付钱的 那么会损害公司不特定的债权的利益 那么现在我们在某种层面上 有点部分借鉴的我们叫做物债区分理论 我把合同定位是有效的 那么至于说能不能旅行问题要干公司 公司有很多的剩余现金 当然你是可以来旅行这样的对赌协议的 或者说公司走完的减资程序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的警民会议纪要 那么第五条也明确了 虽然说公司法是公司 股东不得凑涛出资 但是如果你进行了减资程序的话 我可能要支持跟公司对赌 有效并且是可强制执行的 可履行的 那么这里面就引发了我们一个困扰 就是如果跟目标公司对赌 有存在重大的执行风险 现在慢慢的我们在实践过程中 发现越来越多的 我就用变相的方式 那么两种变相 一种就是我设置很重的 不能减资的违约责任 那你这样的违约责任 可以让公司承担一个 接近对赌的直接的后果 第二种 我就让公司来承担担保责任 那么承担担保责任之后 虽然对内你们可以追查 但是对我投资人来说 结果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样子我可以变相的来实现 跟公司对赌的后果效果 实际上这里面确实是 在我们大量的实际案件过程中 关于违约责任的问题 那么最早我们可能会困扰 你让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可不可以 那么现在百经相应的法院的观点 会认为说 如果没有完成减资 那么这种违约责任 是可以承担的 以及 当然我们要来探讨说 这个会不会导致 赞权人的利益受损的问题的了 那么跟公司对赌 最初的海富案是不一样的 那么关于让公司 在未完成减资情况下 承担违约责任 它并不认为是 会让公司赞权的利益受损 确实这里面的逻辑 是不完全相同的 那么没有走完减资程序 那么它更多是 从资本维持的角度 更多是从保护股东利益 今天标题是相关的 保护股东利益 保护债权人利益的角度 来去否定它的执行效力 但是如果让你承担违约责任 它认为是另外一回事 虽然可能所要承担的 金钱补偿的责任 结果是一样的 但它背后的逻辑是不同的 那么关于目标公司 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 那么现在相关的案例 也这两个九远案跟汉林案 也都典型地认为说 它是可以承担担保责任的 那因为跟公司的对赌 简直所需要考虑到的 资本维持原则 保护股东利益 跟赞成利益是不相同的 那么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 你既可以为股东的 这种对赌做担保 当然也可以为其他业务做担保 那么如果你对这种担保 全面禁止的话 势必意味着公司是 包括对其他主体做担保 而公司法16条 是完全是可以 既可以为其他人做担保 也可以为公司股东做担保 所以它并不禁止 你就要走完相应的决议程序 那么关于决议的程序 九迷纪要 逐步地过渡到了 我们担保制度解释 从原来的刑事审查 到合理审查 那这个我今天就不提了 第一个问题的第三点 就是跟国企对赌的问题 那么国企对赌 我今天不作为重点介绍 在我们省理仲裁案件 过程中也大量出现了 会截然相反的观点 那么我这边没有去 因为现已仲裁不公开 省理 没有把仲裁案件援引进来 那么大量的 法院的案件会做出相反的 有些法院认为说 不需要经过审批 有些法院是认为 要需要审批 那么课件都写在这边 大家如果有关心的话 有关注的话 这些条款的援引 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 资料上的索引 我就把跟国企的对赌 就跳过去了 今天我第一个要重点 要谈的是一个 跟合伙企业对赌 这个是在我们 仲裁案件审理过程中 仲裁员稍微比较困扰的 一个问题了 就跟合伙企业对赌 到底是不是有效的 以及可不可执行的问题 那么有一种观点认为说 跟合伙企业对赌 仍然是无效的 因为公司法142条设定了 公司可以回购股权 所以为与公司对赌 留下了效率下面的余地 但是合伙企业法 并没有这样的规定 如果要求合伙企业 去回购股份额的话 实际上的后果是什么 是退货 那么这种退货 根据合伙企业法 要有相关的条件 那没有这些条件 他认为说 这不是一个执行问题 而是根本性上面 是一个效率性的规定 对这一点 我个人 包括跟一些仲裁员 我们会慢慢有所顾虑 就是如果跟合伙企业的对赌 把这条规定当作 是一个效率性规定 尽而否定跟合伙企业 对赌的效率 我觉得不符合整个大的投资的一个趋势 也不利于去保护我们所谓 今天投资人的利益 债权人的利益 那么能否参照 我们跟公司对赌 把跟合伙企业对赌 它认定是有效的 但是执行的效率是待定的 那么进而转向 是一个可履行性的问题 如果要履行 那确实需要全体合伙人一致 那么并且对相应的财产 要进行一定程度的结算 可不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认定 那么我们听众里面可能也有 大量我们的仲裁员 我们一起来讨论去探讨 那么夏宗在这个案件过程中 确实不同的仲裁员 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分歧也是比较大的 那么我个人更倾向觉得 可能要逐步认定 它是一个有效的 那么剩下的只是一个 可执行的问题 但这个确实需要达到进一步来讨论 这是第一个大问题 跟外资己有就不再说了 第二个大问题要讨论的是 跟实际控制人对赌 那么关于实际控制人的身份界定 公司法的规定 跟深交所的相关规定 是有冲突的 公司法规定 实际控制人一定不是股东 它是指说 虽然不是公司的股东 但通过投资关系 能够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而根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则的话 均允许实际控制人 同时可以是股东 这个我们就对实际控制人的 这个界定产生了比较大的困扰 当然跟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无关的 如果实际控制人是非股东的 那就是我们叫做跟非股东的对赌 那如果实际控制人是股东的话 那就是列入到跟股东的对赌 这么一个大的主题的 那如果是跟非股东对赌的话 就会产生了跟公司法71条的矛盾 那么冲突 因为71条要求说 当你对赌回购的时候 势必是向股东以外的人去转让股权 那么应当是经过其他股东的 过半数的同意 那么会带来了这么几个问题 就是这样的对赌 需不需要经过股东过半数同意 如果是没同意的时候 或者没经过决议的时候 那么这样的对赌协议有没有效力 那么首先我们需要肯定的是 一定是要做 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 这是公司法71条的硬性规定 但这样的规定 我认为它不是效力的规定 仍然是一个履行的问题 试想一下 我们去签署大量的这种对赌协议 它怎么会预先就经过 所有的股东来过半数同意的呢 未必 真的是未必 那么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效力性的规定 确实就偏延了 如同跟我们公司对赌是一个道理 我们是能认为说 它不是一个效力规定 那么而是一个履行的问题 第二个小问题 需要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 是指签合同时的股东过半数 还是行权时的过半数 跟第一个问题是相关联的 那么一定是行权时的股东过半数同意 因为签合同时的和股东到行权时股东是变化的 而签合同时股东的决议的能够决定行权时其他股东吗 显然不对 那么我们也由此可以倒推 如果要求是以行权时的股东过半数同意 那么意味着我们在签合同时 没有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 是不影响这份合同的效力 它都是一个履行的问题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认为说 未经决议影响的是履行问题 那么不影响效力问题 这是第一个关于股东会决议跟效力和履行的关系 就是在涉及到回购的时候 那么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这么一个决议程序 跟合同效力跟履行的关系 第二个小问题 就是如果其他股东想要行使优先购买权 那么马上就会看变 说我这里面会不会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 因为仲台厅要做主动的审查 公司法71条 第三款有明文的规定 在同等条件下 其他股东也预先购买权 这个时候 是在放在我们仲台裁决之前 解决这个问题 还是裁决之后的一个执行问题 那么在有些个案过程中 我们的律师当事人也提出这样的看辩 最终我们经过讨论认为说 它一定是一个裁决之后的执行问题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 你在裁决做出那之前 关于股权转烂 就是回购的一些价格是不确定的 那么你连价格都没办法确定 你如何去征求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 所以我们的裁决一定不会把其中的优先购买权的征求程序 单独是有个裁决的一个必经过程 那么我们仍然会做这样的裁决 那么其他股东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 应当在这份裁决的执行过程中去处理 第三个小问题 就有人也提出来说 那在对赌回购的时候 那么回购方是先付款 然后投资方再过货 还是先过货再支付补充回购款 或者说是一个同属旅行的问题 如果一旦我们裁决同属旅行 在这边有很多的是我们仲裁员 那么在执行过程中就会互相扯皮的 那么我们在下重的实践过程中 给予说投资人的利益保护问题 我们会更倾向认为说 你先付股权回购款再过货 可以等下我们裁决 你十天之内过货 那么过货后十天你再付款 结果你过货了 而款项却收不到 这样子的一个裁决 反而让投资人的利益落空了 所以我们反过来应该是 先让回购方支付股权回购款 那么在支付股权回购款之后 十天之内我们再来进行过货的问题了 我更推荐我们在实践中 我们细化这些问题 才能最大化的去保护我们 债权人的利益 投资人的这种利益了 这是跟我们石库人对赌 可能会牵扯到这些细微的问题 那么第三个问题 就是跟股东对赌 那么跟股东对赌 其中有个小问题 就是我们原来跟股东对赌 结果到我要求行权的时候 股东已经退出了 他不再是股东 这时候他要不要承担回购义务啊 那么给予一份有效的合同 那么对回购方 他不局限于股东 刚才说的实际控制人 他也可能不是股东 我们仍然可以要求他承担回购义务 那么由于他是非股东 那就要经过股东办数同意 那么在执行过程中 一定要经过同意 我们才可以进行强制的 这种裁决和执行 同样的 当原股东退出目标公司之后 我们仍然有权要求他 继续承担回购责任 那么这个在实践中 也有这样子的律师和党事人 提出这种看别 那么在仲裁定经过讨论之后 我们倾向认为要支持 投资人的利益 要让原股东退出目标公司之后 继续承担回购责任 那么第四个就是关于 回购请求的一些具体问题 那么从法理上面 回购是一个解除合同 还是一个合同的旅行问题 有的人提出回购 就是你倒回去 所以它是一个解除合同 显然并不是 这个因为涉及到 你们会有很多的 回购溢价的一些计算 甚至业绩补偿的问题 所以一定不是解除合同 而是股权的再次过户 再次转回 但它跟解除是两回事 那么如果是一个合同旅行的问题 那么它的请求权基础 是一个行程权 责定权还是什么 有的人认为说 它是一个行程权 显然并不是 如果是一个行程权的话 那么一权利能发出 到达我们回购方 那么就形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回购请求权 回购的权利 显然不太符合我们现实的 跟解除合同是不一样的 所以法理上面 在争论的情况下 可能会有更多人认为说 这是一个责定权 是因为责定而产生的一个新的要约承诺 那么有的人认为说也不对 它应该是一个不可撤销的要约了 依我单方我向你发出回购请求 符合条件 那么你就应该回购 所以它是一个不可撤销的要约 提前条件都谈好了 还有人认为说 当我要求你回购的时候 因我的责定 所以产生了新的要约承诺 那么这些会有细微的法理上的差异 那么虽然是法理上的差异 但确实落实到我们案件中 我们的裁决 包括对回购请求权支持的10点 溢价的计算 利息的计算 都会产生很影响 所以可能我这里也没有一个固定的结论 那么在仲台厅讨论的过程中 比较多的人在夏宗这边 可能会倾向认为说 是一个责定产生的一种新的要约承诺 那么以此来确定各方的权利义务 确定当事人的请求如何去提 以及仲台厅怎么去支持的问题的了 那么跟对赌的一个内容 可能我今天重点还要谈谈 关于回购的这几个 五个细微的问题 那么涉及到回购 马上就要面临你的仲台请求 怎么去提的问题 那么第一个问题 五月金的计算基数 就是五月金的一个计算基数 那么五月金的计算基数 我们是以实际投资而为基数 去计算五月金 这比较好计算 那么有的会确定一个固定回购溢价 我投了一个亿进去 那么我就设定一年 你要给我10% 现在经过三年了 那么回购溢价就是30% 那么跟刚才请求存有关系 我要从哪一天开始计算我的回购款 以此为基数来计算五月金 那么如果是一个形成权的话 要以我向你发出回购请求 到达你那方开始就开始计算五月金 那如果是一个责定产生性的要约承诺 原则上要以仲台厅经过审查 支持你的回购请求之后 我们再认定回购价款的五月金 这是两种不同的乏力 认定所产生的计算结果会有差异 我们现在比较怕的是第三种 那么我们以浮动的回购价款 来计算五月金 什么概念呢 回购溢价在不断地变化 它不固定 那么回购溢价 比如说我们设定一年10% 只要你款项没回来 我这10%不断地计算下去 那么每一天的回购溢价都是在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 我又要计算回购款的违约金 那么就会导致说 回购的回购款的 这种本金加溢价 它是不断地在浮动的 那么我们在仲台案件中都非常难计算 那么实践中 有些仲台员就干脆说 我不管了 我认为说回购溢价 那部分的溢价其实也是一种违约责任 那么五月金也是一种违约责任 是双重计算 我干脆就以仲台厅确定的某个时点 参照第二种方法 我确定了一个固定的回购溢价 在这个时点之后 我以此为基数来计算五月金 当然关于这样子的一个计算方法的话 实际上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那么我们建议 就是我们包括律师朋友们 我们在地利合同的时候 如果能算固定溢价更好 以浮动溢价确实给我们仲台厅的 裁决和执行带来很大的麻烦 那么也有的人提出一种困扰 就是说我在计算 返回购款及溢价 五月金的时候 会不会涉及到利滚利的问题 因为计算五月金的基数 除了原始的投资款本金之外 还有一个溢价的问题 那么这个溢价会不会构成叫利滚利 实际上这个问题不用太大担心 大家知道我们在农资租赁中 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农资租赁我们加速到期 那么我们农资租赁分为三年 现在因为你的违约 我到了两年的时候 我请求解除合同 那么农资租赁的款项是加速到期的 加速到期的情况下 我相当于把未来第三年我要收的租金 我也提前到期 而这里面租金实际上就是含部分的 我们的收益 有的人叫利息 实际上在农资租赁中是收益 那么跟回购一个概念 它是一个溢价 我以那个为基数 在解除那天开始 我就要开始计算 因为你没有按期缓缓全部的农资租赁的租金 我要向你开始计算五月金 这里面就会面临说利滚利的问题的了 当然因为在我们投资领域的话 跟借贷领域是不同的 那么我们更倾向会支持这样子的一个请求 更何况我们在借贷中 我们根据民间借贷的相应的事发解释 我们也并不绝对排斥利滚利 金融中是允许的我们的富利 那么在民间借贷中 它其实也并不排斥 只要你所有的利息相合 不超过最初这款本金开始 向后计算的LPR的四倍 那么也不认为说 专案指责一个利滚利行为是不合法的 那么我要设定一个标准不要太高 当然我们在回购溢价的这个问题上面 一后会谈到回购溢价 那么如果回购溢价过高 我们有没有相应的调整权 好 我们继续 那么关于回购溢价 到底是一个双方所议定的价格 还是一个五约金呢 比如说我约定一年20%的回购溢价 甚至我设定一个一年30%的回购溢价 那么这时候如果经过五年时间 有可能溢价部分就超过了本金 能不能去调整的呢 那么在这点上 我们看到了法院的相关观点 包括业绩补偿的 那么法院的相关观点认为说 业绩补偿 它并不是一个民股实在 那么法院不宜去干预业绩补偿的金额 那么同理的 我们是不是就应该也同样认定 回购溢价这部分是一个价格的计算 而不是一个五约金的约定 如果是价格 当然我们就不宜去调整 不宜去干预 因为对赌协议 我们也叫估值调整协议 那么这是一个估值调整 这种估值调整 我可能要让你付出 我原始投资两倍或者三倍的价格 那么我冒着极大的风险 我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投资行为 现在由于你不能兑现原来的 投资的设定的目标 我要求你按照总的两倍或者三倍的价格 来回购我的股权 仍然是双方对物质调整协议 所产生的股权价格的一个调整 那么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宜干预 所以有些观点就认为说 对回购溢价 我们不应当介入 但我既表现出比较大的担心 我刚才举这个例子 当我们约定一年 30%或者40%的回购溢价的时候 那么时间跨度 一旦淘陈到五年 你的回购溢价将大大超出本金 同时它还设定了一些业绩补偿 同样的业绩补偿 我们也会设定比较高的 我们大家有印象 我们在融资租赁 在租赁合同中 那么除了租金 我们会约定 如果合同解除 或者逐定到期 那么你继续占有租赁物 你要支付什么 战员费 我们很多逐定合同会约定 战员费是三倍 现实中仲裁店就有不同的观点 有的认为说 战员费是一个价格 有的认为是个五月金 那么在早年 我们会更倾向是价格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案件 特别是最高院的案例 也认为说 战员费如果金额过高的话 仍然设为是一个违约金的约定 你约定远高于市场租金标准的一个战员费 我在对方提出过高请求的情况下 法院或者仲裁员要进行调整 同样的 我觉得在我们将来对赌案件过程中 当投资方处于明显优势地位的时候 可能会设定一个非常高的回购溢价 或者业绩补偿 那么时间跨度长的情况下 那么加者的业绩补偿 金额将非常高 那么在特定条件下 我觉得应该赋予我们仲裁员一定的干预的权利 调整的权利 这个问题下面在我们大量的贸易合同中 比如说干财合同中 也会出现 我给你优惠5% 价格优惠5% 那么你的付款时间我设定必须是90天 我合同约定 当超过90天不付款的时候 我原所约定的5%的优惠取消 并且你每天按到千分之一的给我支付5月金 那么5%的优惠取消 如果认为是价格 不好意思 我不再调整 那如果是认为5月金的话 我要一并地跟后面千分之一的 5月金来进行合并计算 看有没有过高 显然你肯定会认为过高 因为后面已经设定了千分之一的 付款5月金 那么5%就不会去支持的 那么我们看到了 当然了法院也有不同的这种裁判尺度 那么我们在仲裁中 我觉得我们仲裁员可能有更大的一些自由财量权 对我们交易会持一个更开放的态度 那么原则上不去介入 但是当出现明显显示公平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是用公平原则 进行适当的干预和调整 在这点上 我不完全赞同我们最高院的这些意见 那么业绩补偿跟股权回购 当然是可以同步支持的 同步主张的 那么包括5月金 我们也是可以同步主张的 那么关于5月金跟股权回购溢价 跟业绩补偿可以同步支持的逻辑 我刚才也举了融资注定的一个 这么一个案件来说明 有点相似 在投资领域 在金融领域 我觉得这是大量存在的 那么只要你总的金额不要特别高 期高 那么完全背离公平原则的话 那么我仲裁厅原则上都要去支持 那么比较思考 我们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 关于业绩补偿 我们有时候会出现什么 就是净利润是负的 我只要求你一年按照10%的利润 来进行补偿 这叫现金补偿 也叫业绩补偿 但是当我如果是亏损的话 那么我的补偿是多少 我除了这10%的补之外 亏损的部分我要不要补偿呢 特别是你采取回购的方式 你要求退出 那么你要求退出的时候 你的投资目的就是 你的投资本金 加上每年10%的业绩收益 那么这就是你的目的 如果出现净利润是负的话 最多是证明 被投资方的一个违约责任 情形出现了 你的投资目的已经无法实现了 进而你可以要求退出 所以净利润为负的时候 负的那部分不应当去补偿 但是如果我没要求退出呢 我内然是股东 那么我要求大股东 实际控制人来补偿业绩 除了补偿这10%的业绩 对亏损的部分 我们来补偿可不可以 我觉得值得讨论 那么当我不选择退出的时候 那么由于你才亏损了 导致公司的资产是在减少的 那么我要求你来补足资产 补足业绩 有一定的探讨空间 那有的人认为说 如果这样子我就分两步来告 我第一步 我先告你进行业绩补偿 当你利润为负的时候 我先告第一个案件 我没说要退出啊 那么第二个案件 我再来要求退出 可不可以呢 其实这确实是值得讨论的 那么由此我们也在反思 就是当既利润为负的时候 是不是我要求退出 我们绝对不可以 不能支持负的这部分的金额吗 我觉得有它的探讨空间 就是当利润为负的时候 除了证明是一种违约责任的话 实际上我们对权利人 对投资人来说 它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损的 那么我要求退出情况下 我们仲裁厅可以合理的来考虑 它的补偿的计算金额 那么这点上需要我们律师 极力去阻担 我们的作为仲裁员 我觉得我们秉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但在这点上我看到 相关法院 特别是最干预的官员认为说 既利润为负的话 那么以零为起步来补偿业绩 对负的这部分利润 原则上是不予补偿的 这样子的一个绝对性结论 是值得我们来反思的 那么在个案过程中 我们可能要进一步来思考 双方当时的公平合理 因为今天我要谈的是指 对赌纠纷中的一个权利能保护 债权的利益保护 跟股东利益保护的问题 就是这两个利益 我们怎么去平衡 往往会影响我们的效力问题 影响我们的执行问题 我们最后一句话就是我们当支付 一部分款项应该抵扣哪些 在实践中也经常出现 我付了一部分钱 那么到底是先抵扣我们的业绩补偿 抵扣溢价 那么后面再去抵扣本金 这个相当于说我们在借贷中 我支付部分款项的 那么我们的法律 明文规定是先扣利息再扣本金 但是如果出现了违约责任的时候 那么我是先扣违约金 还是先扣本金呢 根据现行的法律 你所付的部分 是不能越来抵扣违约金的 应该支付扣的是本金 而这个影响非常大 那么当业绩 当我付的款项金额蛮多的时候的 那么如果你是抵扣本金的话 相应的 我本金所产生的违约金的技术 就大到降低了 那么这点上 可能会跟我们的直观感觉会不一样 好像是照理说 我应该先抵扣业绩补党的部分 抵扣溢价的部分 再来去抵扣本金 但是现行的法律确实不支持 那么如果把它当作是个违约责任的话 那么我们一般是先抵扣本金 再抵扣违约金 但这样的回购溢价 业绩补党 它既不是利息 也不是违约责任 那么属于法律的空白 我们仲裁员应该秉持什么样的观点 我相信在这部分下面 可能不同仲裁员有不同的认识 今天非常抱歉 我谈的大部分问题都没有固定的结论 确实如果谈的是我们很普通的一些对赌的问题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那么我所提的这些问题是比较多的困扰 而这也比较细 是我们在特别是夏仲在设立对赌案件过程中 那么我们仲裁员大家所困扰的一些问题 那么包括我也抛了个人的一些观点 不一定是准确的 仅供给大家做一个交流参考 谢谢大家 感谢林老师 林老师全方位地给我们讲解了 公司对赌纠纷中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 对对赌纠纷的仲裁 如何处理分析的恰到好处 但是因为今天的时间关系呢 很遗憾就没有完全展现出来 但是也给了给我们搭建了一个体系化的框架 希望下一次我们在对赌纠纷仲裁主题上 可以继续邀请各位专家来进一步探讨 以上三位专家主要集中于金融与资本市场 除此之外 近年来高技术领域仲裁的实物也越来越多 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新的法律问题 下面我们邀请刘凯老师来为我们分享 高技术领域仲裁中的商业秘密问题 刘老师是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华南仲裁创新与法治发展研究院副理事长 接任朱江青年法学评论执行主编 有请刘老师 刘凯老师 我这个好像不能共享 刘凯老师 您稍等 现在可以看见吗 我不能共享 我现在试一下 可以了 感谢这个异财仲裁给的这个分享的机会 下午我也一直在听各位几位专家的这个分享 收获很多 然后我个人呢 其实做仲裁员的时间比较短 比较短 所以今天下午几位专家学者的这个汇报 对我个人是很有启发的 然后我自己呢是分享一个相对而言 比较不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仲裁领域的问题 而是我自己观察到的 关于这个仲裁过程当中 有时候涉及到的一些关于商业秘密的 尤其是我们这个高新技术领域中 仲裁中的一些商业秘密的问题 做一个抛砖领域的一个分享 抛砖领域的一个分享 大部分还是基于我的一个思考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商业秘密的一个保护的一个现状 商业秘密的这个保护的现状 实际上尤其是这从这几年以来 20202019年这个商业秘密在智能竞争法修订以来 我们国家这个商业秘密的相关的这个这个纠纷也越来越多 那实际上这个背景呢 是在这个中美暴力谈判的一个背景下 我们国家各个的从法律的修订 以及这个政策的推进方面对商业秘密都很重视 那在国外也是从2016年左右 美国的修订了商业秘密的相关的法律 欧盟也修订了相关的这个立法 所以导致全世界范围内开始这个针对商业秘密 进行的一轮的整个的一个立法的一个浪潮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商业秘密的侵权也是非常多发的 那么这个麦根锡和欧洲的这个货币公司 它发动了一项这个调研 说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公司遭受过商业秘密的被盗 接受受访的高管中有82%的人认为 商业秘密对他们的业务 尤其是我们现在强调这个数字经济领域的企业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是企业的竞争当中 我们这传统的这个资产人的竞争 已经是非常的这个是一片红海 但是商业秘密的侵权 成为现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焦点的问题 那么但是现在的我们这个商业秘密的保护 力度还是不够的 虽然从这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都已经近两年实在大力的推动 这个商业秘密的保护的一个体系的建设 但实际上我们的一个是我们的立法 还没有形成一个体系化的保护 首先主要是这个民法典当中 将商业秘密已经规定为一种新型的资产人课 民法典的这一次立法把它写进去了 那么反国资产经济法的19年的修订 做了一些相对而言比较细化的一些规定 但是问题也比较多 另外刑法修订案也将商业秘密这个罪 做了进一步的调整 但是这些法之间的一些衔接 尤其是行政法 行政执法和我们这个司法的程序的衔接 它在法议上 以及这个相关的一些规定上 还有非常多的冲突 适用上存在着非常多的一些问题 导致我们在这个法律适用 是司法或者是仲裁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这些法律的适用会变得比较困难 另外一个就是各地的这个司法认定的标准不一样 因为我们这个商业秘密涉及到这个主体的认定 但是我们的研究调研中发现 其实各个地方对商业秘密的这个主体 包括客体的一些认定方面 地方之间都有很大的差异 比如说我们广东法院 而且它的解读相对来说是比较保守的 所以这个商业秘密无论是刑事立案率 它比较低 民事的支持这个胜诉率也比较低 所以这个这方面导致了各个地方的 因为这个法院在认定的过程当中 司法裁判的认定的过程当中 它这个标准不同一 导致这个商业秘密的这个相关的纠纷的解决 也变得比较困难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侵权的类型 侵权的类型非常多样化 传统的一般来说 这个商业秘密的这个侵权 都是基于义务人的 或者说基于这个违约行为而导致的 比如说这个公司的员工 违反了这个禁业禁止的协定 或者公司的员工 他本来具有保密的义务 违反了保密的义务 但是现在尤其是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 这个一些高科技领域 高科技化的一种趋势越来越明显 比如通过黑客技术 窃听或者是截破通过电子设备传输的信息 进行一种三月内的盗窃的行为 越来越增多 那么这种行为如果是进入到仲裁程序当中 可能要去对侵权进行仲裁 就是可能是有点对我们仲裁 表现是一种突破 所以说这里面尤其涉及到一些违约和侵权的交叉 如何去裁决的问题就变得更加困难 那么在具体的裁决的过程当中 它的论定呢 我们讲商业秘密主要是由三个要件构成的 一个是秘密性 保密性 价值性 来进行这个构成的 那么商业秘密的这个论定呢 我们首先来看就是 包括两类信息 一类是这个经营信息 一类是技术信息 一类是经营信息 一类是技术信息 但是在论定的过程当中却很困难 很困难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经营信息当中的这个客户名单 那么最高法呢 在出过一个规定就是说 如果仅仅以特定的客户保持长期稳定交易关系为由 主张该特定客户属于商业秘密的人民法院不理支持 也就是说你对某一个客户 或者特定的几个客户 保持一个所谓的长期的联络 你认为这是一种商业秘密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是认为这是不能支持的 除了这个 就是说时间长以外 还必须这个名单必须要足够的多 形成一个所谓的客户名单集 就如果权力能加入为公众所知己的信息 要经过整理改进 加工后形成的新信息 符合相关规定的 可以认定为部位公众所知己 也就是说 我们在完成一个商业秘密的构成的时候 针对客户名单 不仅要 这个名单是要经过加工改进的 同时还要满足 这个经过长时间的人 所谓的多和长都要满足条件 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 对某一个特定的经营者 具有特定的意义的商业秘密 因为我们知道市场竞争当中 对客户名单 大家的获取都是公平竞争的 公平竞争的 那么要认定为客户名单 似乎是一个商业秘密 那可能就结合商业秘密的构成条件 做一些详细的认定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秘密性和保密性的问题 秘密性实际上是一种消极的事实 它的举证责任该由谁承担 就是我们来主张 我这个商业秘密是一个保密状态 它是一个秘密状态 它这个责任由谁来承担 因为它与这个专利的吸引性是不同的 它不要求信息绝对没有公开 绝对没有公开 它可以在一个小范围内进行分享 比如说我们这个商业秘密进入盗中财亭 实际上就是在一个小范围内进行公开 那么在这个范围内的公开 它实际上不是一个绝对的秘密 同时这个秘密性 它的保密的条件 以及这个秘密的程度如何去认定 在我们这个反共三竞争法里面 虽然规定了一个举证责任的一个转移的问题 但是实际上涉及到具体的认定的时候 也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它涉及到这个谁主张 谁举证和这个举证责任转移的相关的一个 一个具体的这个责任的分担 另外一个就是保密性 我们知道这个三秘密 它这个保密性是它三秘密本身 成为一个权力的一个要件 三秘密典型的就体现我们法律的 这个法律不保护权力上的懒惰 如果你没有采取相应的保密的措施 你这个三秘密本身都不能构成一下权力 不能构成一下权力 所以说我们怎么去判定 它是否采取了保密的措施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比如说我这个日记 我们举个例子 可能我把我自己的相应的措施 放在我的办公室 那是不是所谓的采取了保密措施 但你的办公室确实可以自由进入的 办公室是一个私人的空间 但是别人可以进入你的空间 如果你没有采取合理的保密措施 它是不是一种具有保密性的 这就很难认定 所以在实践中要结合 主观 客观 以及适用区别的一些相应的标准 这个司法实际当中的一些经验 做一个合理的判断 尤其是这个合理性的标准 被认为是一个相对来说公认的 一个比较妥当的一个标准 一个是权力人对其主张的权力的信息 对内对外均采取了一定程度的保密措施 第二个是保密措施明确具体的规定的信息的范围 第三个是措施是恰当合理的 原则上不要求必须万无一事 在正常情况下要足以防止上应的泄露 这个合理性的标准 也就是采取了一定程度上的保密措施 另外一个难点就是侵权和违约的一个竞合 侵权和违约的竞合 尤其是涉及到关于劳动违约之数的时候 劳动违约之数的时候 这个侵权和违约是有时候是同时进行的 一方面这个劳动者可能通过侵权的方式 获得这个商业利益 另外同时他也违背了他的相应的 有可能是通过侵权的方式 有可能是侵权的方式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劳动仲裁 劳动仲裁是以这个仲裁前置为程序的 但是这个时候如果劳动仲裁和我们这个商事仲裁 违约和侵权同时进行的时候 怎么去处理 这是也是比较困难的 另外一个是侵权之数和禁业禁止之数 进何如何处理 如果同时到了法院进行运输 或者到了仲裁庭进行运输的时候 他们因为两个诉讼所保护的法律是不同的 保护的法律是不同的 他是可以同时提起的 但是如何处理这两个诉讼的关系 怎么去区分侵权和违约 这两个纠纷或者法律关系之间 如何同时进行 这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最后就是一个相对而言举证的难题 这也可能是最难的 无论是针对关于侵犯商业命令罪的入罪 还是说我们在仲裁或者司法当中 对商业命令本身的一个取证 都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我们都知道 刑事案件当中 无罪率是比较低的 或者不起诉的案件是比较低的 但是商业命令案件当中定罪却非常困难 定罪非常困难 它的原因就是举证很难 我们作为一个统计好像 2018年到2020年的三年 三年全国最后认定为侵犯商业命令 能够认定犯罪的 总共不到100件 总共不到100件 每年就是30多件 也就是平台一到一个省份 可能就是一件多 可能这两年有在增长 我看这个2022年的数据 是好像是七八十件 全国是七八十件 虽然这个相关的数据在增长 但是这个也可以反映 这个矩阵的难度 尤其是关键性的电子数据的矩阵是很难的 很难的 司法界面成本也很高 司法界面成本很高 有时候涉及到司法鉴定 尤其是这个原代码 或者说这个算法领域的一些司法鉴定 它可能鉴定的成本 本身商业命令本身的价值还要高 所以说它这个鉴定成本高 难度很大 也是导致这个我们 可能进行这个仲裁裁决的时候 比较这个程序过程当中 比较难处理的一个问题 另外就是企业 实际上我们现在的企业 对这个商业命令的侵权的 这个应对的能力不足 除了法律意识以外 刚才我们还讲到 这个由于这个商业命令 它的保密性是获得权益的一个构成要件 那么商业命令在企业内部如果没有设立相应的 关于密电的认定 密集的这个分布 以及相关的这个资产的一个管理的话 这个保密性的这个要件 保密性的这个要件 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影响它进行救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案 那么我们最后就讲一下这个关于仲裁 仲裁当中的商业命令 首先我们如果说企业或者当事人要去应对这个 应对这个仲裁或者应对相应的纠纷 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一步是要建立相应的内部的这个防御机制 因为我们说秘密性保密性以及这个价值性 中间很重要的就是保密性 保密性它是权力的一个构成要成的 所以首先应该企业是要加强这个内部的资产信息的管理 应该重视对内部资产信息进行一个识别 并且进行一个风险评估和分类 同时加强人员的一个权限管理 这个人员的权限管理不是说给陆继的员工签一个保密协议 经验进行一个检验就完事了 而实际上是要对每一个人的权限进行一个认定 那么一旦涉及到这个商业秘密的泄漏 或者是违约的现象 那么就直接可以追踪到是谁的责任 所以它这个人员权限的管理不是简单的 进行所谓的这个保密协议的限定 而是要涉及到对于这个人员权限的整个管理 可以设定相应的一些保密的一个系统进行处理 另外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 首先是识别信息资产 第二个是要进行风险的评估 另外是对公司的商业秘密要进行分层 然后采取一定的相应的保护措施 那实际上如果是这个商业秘密进入到我们仲裁程序来说 仲裁程序实际上仲裁和商业秘密的特性是高度比较 高度比较 一方面我们仲裁本身就是它保密性 仲裁的这个保密性相对于这个行政执法 相对于这个司法而已 那保密性是更高的 保密性是更高的 因为它是在这个特定的这个仲裁庭当中 它可以在这个保密的区间里面保障这个权力的存序 保密性的区间 如果一旦使用 当然我们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 这个法律政策法 与相关的法律也设定了对行政制法机关 而司法机关保密性的严格要求 但实际上如果涉及到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相应的这个商业秘密的话 是有二次泄露的风险 二次泄露的风险 二次泄密的风险 但是商业秘密在仲裁程序当中 因为这个仲裁庭甚至有可能涉及到是独任的情况的话 它的这个保密的 或者说知道这个商业秘密特定的这个相关的人员是比较少的 比较少的 另外一个就是仲裁的这个专业性 我们知道法院或者司法或者行政执法 它不一定能够找到相应的了解商业秘密的相关的专业人士来做这个仲裁裁 那么仲裁机构或者仲裁员是可以找到相应的 具有这方面背景的人来进行这个裁决的 它是能够满足这个高新技术的一些专业的诉求 同时仲裁员可以通过组成一些相对具有专业交叉背景的仲裁庭 来应对这个商业秘密本身的设计的技术和法律的这种交叉属性的仲裁庭 另外一个就是仲裁机构 除了我们仲裁庭之外 仲裁机构本身它这个专业性的服务 也是相对而言是能够保障这个和商业秘密的本身的这个专业性进行比较 因为商事仲裁就是跟企业进行交道的 另外一个就是涉外的 因为商业秘密的纠纷很多是跟涉外相关联的 所以涉外的商业秘密的一些鉴定 一些认定方面的一些专业性的要求 可能也是我们仲裁高度匹配的 另外一个就是仲裁的这个时效性 因为商业秘密它本身它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 一旦泄漏它这个损失不是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可能它预期的损失更重要 我们可以打个比方 比如说我们这个大低 如果说商业秘密的大低发生了损害的话 它最重要的是即使要把这个低的绝口给堵住 而不是计算它的损失 所以说这个仲裁的这个高效性 或者说能够申请相应的法院的一些保全的措施 或者禁令的措施 即使的把这个商业秘密的泄漏行为本身给党 或者说这个进行这个相应的一些补救措施的话 或者保全措施的话 是能够通过发挥仲裁的高效性 而达到保障这个商业秘密不被泄漏的一个 不被二次侵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在保障商业秘密的安全性的情况下 才去追究所谓的损害平常 才追究所谓的重要分担 那么可以防止我们在司法速度当中 如果程序拉得很长 赢了官司输了市场的情况 因为这个高新技术的赢 这个市场或者技术是日行月益变得很快 如果最后等你打赢了这个官司 实际上这个相关的侵权人 或者是违约人 他已经摊过你的商业秘密 或者够多的市场 那么你可能是赢了官司输了市场 那么通过仲裁的高效性 能够及时地解决这个商业秘密 它的这一特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商业秘密 在仲裁 通过仲裁的方式 来解决商业秘密的一些法律纠纷 可能是非常贴切的一个方式 那么以上就是我的一点点分享 操作引预 可能讲的不是很高位的地方 请各位专家 朋友提名指责 我会讲到这里 感谢刘老师 在高技术领域这一块 除了商业秘密 还有一些个人信息保护 知识产权等等其他的法律方面的问题 我们今后再通过其他合适的场合 进一步讨论 接下来我们进入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建工领域 我们一起来了解境内和境外相关的法律问题 首先是香港德龙律师事务所 霍斯分所高级顾问纪办公室负责人王骏博士 现为英国及澳大利亚全排注册职业律师 新加坡最高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全排注册海外辩护律师 是包括深圳国际仲裁院在内的亚太中东和欧洲地区 数十家国际仲裁机构名册仲裁员 他分享的主题是涉华国际能源基建仲裁案件代理体会与极点思考 有请王老师 你好 可以 可以听见吗 可以听见 王老师 OK 我现在想分享一下屏幕可以吗 可以的 好 好 现在可以看到屏幕吗 可以看见屏幕很清晰 OK 好 谢谢 大家下午好 从与深圳同一时区的南半球珀斯 一座被誉为世界上最孤独的城市 或者最近被我恶搞为流浪地球可以考虑的万星定居点 想正在参与地球上首届一财住在桌的人类 送去同样是人类 有同样人性温暖的祝福 我们知道这次活动的发起模式 与业界熟知的每年在世界很多地方都会举办的类似活动发起模式 不太一样 我个人对此毫无惊讶 因为这就是实实在在的体现深圳特区精神 感为天下先 受林一菲博士和她同事们的魄力启发 加上最近我从中国国内另一位朋友那里认领了一句特别好的话 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关系就是四个字 有话直说 那么今天接下来30分钟 我可就有话直说了 不好意思王老师 看不见您这边的PPT 现在有了 OK 那现在我可以再 是我们分享的 OK 那您可以进入PPT的播放的模式吗 可以 好 那现在帮我翻一下叶叶谢谢 那首先我简单明确一下 今天直说的这个语境和背景 作为从80多年前在北京做涉嫌业务的中国律师 早已转型为在英文与普通法世界 做从事与中国和亚洲相关的国际上市争议解决律师 那么近些年来我随着中国一带一路 建设而在沿线呢 参与涉及中国工程承包商的这个纠纷越来越多 这里面即包括以发电厂通知建设为主的能源基建项目 那么这里面有以煤炭为代表的重污染化石燃料传统火力发电 也有以生物质太阳能分能发电的清洁能源项目 此外还有高速公路的扩建 石油化工行业中下游产品 生产开发装置的升级改造 还有主要新能源汽车动力原料的矿物 产能开发项目等 涉及的一带一路 国家地区主要是集中在一路 也就是21世纪海上四头之路这条线 在我今天这些案子里对今天这个活动 听众主体最有代表性的可能都在电力基建工程仲裁领域 大家可能知道 电力基建是一带一路倡议早期落实的两大抓手之一 另外一个是交通基建 也就是所谓铁工机 铁路公路和机场 那么一带一路沿线绝大部分发展的国家 电力基础设施都比较落后 很多地方没电 而要搞经济促发展惠民生 没有成熟稳定 而且价优的电力物营保障 只能是空中楼阁 翻页谢谢 那么今天我主要是结合PPT上这三个我承办的 合同都是使用英兰法的新加坡仲裁案 来谈起点代理体会和思考 这几个案件呢 争议标的金额从目前中国国内标准看不算大 但在国际预见下还可以 而且从代理中企承包商或者是设备供货商角度来讲 算是办理难度系数很高的案子 这三个案子当时分别是一家走出去多年 并在一带一路建设方面 承担主力的头部大型央企 国家队 一家是多年前最早获得中国驻建部 授予海外能源动力工程总承包资质的头部民企 一家是主营业基地在长三角 某地的清洁能源行业全球头部关键设备供货商 这家公司有中国法意义的外资背景 并且在行业中 光复族建产能和出货量全球前十之一 大家知道光复产业链在中国目前比较完善 在最近几年光复组建的产能和出货量 全球前十里面基本七八家都是来自中期 那么在这几年全球能源转型重大机遇同时 也面临全球供应链遭遇严峻挑战 那么这也是第三个案子的故事缘起 这几个案子的对方都是拥有诸多权力可以行使的外方业主 项目公司背后要么是南亚东南亚当地几乎家喻户晓的企业家大亨 要么是英国政府控股 设计的项目都对东道国具有国家战略 那么业主公司聘请的仲裁代理人都是由英美国际大所 许多人员再搭配上伦敦头部Barrister就是以前的QC 现在的KC的西方传统组合 那么可以坦诚地跟大家报告这三个案子猜出结果 这个一小胜一小富和一小品 抱歉没有这个影视作品的浓烈艺术效果 但如实报告还是比较重要 不存在报喜不报忧 当然也不存在报忧不报喜 只是我不喜欢报喜一些明显一边倒 没有什么技术难度稳赢的案子 第一个小胜的案子有一定好运因素 中方申请人申索金额2亿美元左右 外方反请求申索金额2.5亿美元左右 双方相互总申索的具体科目有约600项 那么经过近7年 由许许多多故事组成了敖战 最终仲裁结果是部分支持我客户和中国承包商 对外方业主申索 部分支持外方业主对我客户反申索 双方各自获得支持的申索金额进行抵扣 最终我方净胜约1.5亿美元 包括要求外方支出和支付我客户支出的律师费和专家证人 费用等仲裁花费的90% 小福的第二个案子倒也没有恶名因素 导致解约这个索赔的核心问题 出在项目施工进入需要 集中投入大量资金的关键阶段 EPC总承包商由于中国境内民企融资挑战 无法及时克服 导致项目陷阶流无奈断裂 这一点仲裁中各方面都看得很清楚 而且本案还夹得了双方一号大老板 都是亚洲人 彼此之间曾在项目合作早期 一起在海滨高尔夫球场 打球使 球车不胜翻车 共同扭伤一致 而产生患难与共的兄弟情 而后一方就此项目进入严重滞后 感到遭遇了另一方被判 而愤怒的这种复杂人性情感因素 所以最后案件呢 承包商被裁决要求赔偿正确节约的业主 金额也低于申请人索赔金额 但毕竟还是要赔偿外方业主 很实质的金额损失 包括仲裁支出花费 所以我还是认为这个案子算小负 第三个小平的案子 是得益于仲裁中双方律师出面 边打边谈 经过多轮确实比较坚固的谈判 终于帮助彼此都已经失去信心的两家公司 找到勉强能接受的利益共同点 最终实现了和解 并且由SIC 新众三人仲裁提行制作完成和解采取 Consent Award 并已履行完毕 从而关闭纠纷 各走各路 翻页谢谢 结合这几个典型案例 以及其他我办过的案子 我想和大家分享四点的体会和思考 特别是我想表达一些可能 别的研讨活动 发言嘉宾不一定提到 或者是提到了 但是可能强调的程度 可以再重一些的点 需要说明的是 这些观察思考 主要是从法律争议管控实务角度 不必然是从争议 以金融仲裁或诉讼程序后 有关问题的 适用法律规则技术辨习角度 所以这些内容 不一定属于以暗说法 可能更多的是以暗说避免法 大部分的当事人 包括中国工程包商 可能更关心项目收益 特别是本来就不厚制的利润水平 那么尤其是在这个 以暗说法 争议解决成本 占能源基建项目 总支出成本 比例可以越来越高的情况下 第一点是关于在这个 至关重要的合同管理方面 前期市场开发 缔约团队 签约后项目的缔约团队 和在工期或费用方面索赔 包括违约解约分析应对方面的 法务团队 这是衔接 协调 对接 实践中我经常发现 这三个团队 在对有关合同全生命周期 管理认知水平和运营程度上 有许多协调 对接不畅 甚至断联的情况 就是英文中所谓的 Everyone is not on the same page at all times 那么特别是面对以英语出旧 并且以英格兰法为国际能源基建工程 总承包合同适用法 仍占压倒性优势的现状下 举一个例子 在上一PPT提到的一个案子里面 早期缔约团队各部门人员 在和业主讨价还价这边买卖的交易条件时 有近三年时间 这期间商务技术法务口人员 都充分透过内部邮件群来发表意见 这点我从作为仲裁代理人介入后 回看他们当初邮件的往来 印象十分深刻 各个部门都曾认真研讨 并向同事和对方业主方来去建议修改 可惜却在商务环境 特定时间段 针对某特定国别市场 究竟出货量现实的可以实现多少 每和日后具体负责旅约的当地办公室中层 一线业务骨干 充分沟通 获得务实的判断 那么邮件讨论中 只包含当地分公司总经理一人 该人不久后离职 而且基本没有交接 结果履约过程中果然就出现了 你以为臣妾做不到 不想吗 是臣妾做不到 这种尴尬的履约 此外我们都知道 法务人员谨慎风格的风险其实 在缔约阶段 公司内部讨论中不讨喜 我接手案子后 看到当时的邮件记录 看得明明白白 特别印象深刻的是 直到缔约完成后 这个双方订稿的最终版 才给了公司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法务管 结果这位经验非常丰富的海军人士 看了以后很快意识到麻烦 特别的公司管理团队和参与缔约的工作团队所有人 均发一邮件 专门嘱咐说 这笔交易公司法律长口明显比其他交易大 要求各部门务必对这笔交易的留约 特事特办 确保避免将来发生新加坡仲裁 结果一语成衬 光阴四截 新加坡仲裁索赔就真被对方提起了 然后我尴尬的来了 不仅如此 我来后为了搞清来临去脉 看到后期这笔交易相关记录后发现 旅约团队与遭到业主投诉 不得不介入的这个法务团队沟通 再次发生严重之日 出现问题苗头后 旅约团队的商务和技术人员 本该高度敏感的时候不够敏感 早该转法务研究讨论的事项 直到争议已严重升级 公司立场一意 不着装 并没给自己留回旋余地的方式 表达给了外方业主 然后转给法务门后 法务无奈情急之下 突然向外方业主提出新冠疫情 导致不可抗力的抗辩理由 结果使得公司仲裁中达变的可信度 不是被加强 而是被削弱 那么需要说明的是 我这里不是要责怪中国国内人士 不是说中就差外就好 事实上不少中资国际工程包商 或者是设备供货商 在项目工道国当地 都设有窗口公司聘用当地人 所以项目中公司不同部门同事 不仅包括国内股员 也包括南亚 东南亚 包括非洲等地不同肤色 不同种族 不同文化的人士 再举一个例子 在刚才PPT提到的另一个案子里 EPC合同主门加附件加技术规范 合计约1500页 合同签约额高 但是我客户公司签约完成后 项目旅约团队 甚至后期不得不介入的法务团队 在关于公期费用索赔写信给业主 是真不明白自己的权利行使 及或业主义务的旅行 有关条款中 逗号Subject To 或者是逗号Provided That 这样的限定型旅言含义 真不明白 所以我介入之前都特别被动 那么该合同呢 谈判和签订于07、08年 当时参与谈判的人员 早已退休或离职 旅约团队的商务、法务和技术人员 从没在缔约前后 或者是开工令 Notice to proceed NTP前后 静下心做下来 把合同条款完整的搞透 并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落实 当然说到这儿呢 不得不触及价格条款 特别是Fixed Contracts 就是固定合同总价 这个敏感话题 以及行业皆知中国承拨商 中标靠低价 用力靠索赔的理念和做法 这个理念从不同维图 可以谈好久 但时间关系 或者是从法律角度强调一下 它必须以索赔管理这个能力 非常成熟为保障 但目前中国承拨商作为整体 在索赔管理能力方面 还只能用认重道路来形容 而且如果我们换位思考 拜访业主的这个逻辑 现实是 业主之所以愿意把大型 复杂能源基建项目 交给中国承包商做总包 除了认可有关企业技术实力外 那么换位思考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虑 就是风险的转嫁 特别是他们明知中国承包商 在索赔管理方面 能力方面 相比西方承包商 譬如意大利 西班牙或者是澳大利亚等 偏弱 这个能力弱 对在风险分配方面短视 或者是由于 这个融资银行压力 不得不短视的私人业主而言 是一个可利用的大优势 尤其是不少业主 对这个中华传统文化 是不是有积极送征 主张权力 这种基因有自信判断的情况下 所以在中国承包商 这几年受各方面的关怀扶持 索赔管理能力的这个建设水平 逐步提高 与发达国家同业差距 不断缩小的这个大趋势下 今后市场上还有多少发临的国家业主 敢于和开始固定价低 但敢于索赔 善于索赔的中国承包商做生意 也是值得后期观察的有趣方面 第二点是要辩重的看待 国际能源基建仲裁中作为当时的中国企业 和仲裁员及其主要工作成果 特别是说理部分 这个题会的关键词呢 在辩证二次 正如我在英国的母校 和品城梅森国际律师事务所 最近刚刚发布的22年国际能源仲裁 调音报告中所显示 尽管面临诸多批评 仲裁依然是国际能源基建行业认为 最合适的中英解决方式 高达72%的这个厨房者 对此认同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中国部分承包商 近年对国际仲裁专业认识 有了明显进步 对此我想说两点 第一 要辩证地相信自己在这方面真有进步 第二 要辩证地看待仲裁员及其工作 一方面要接受他们的资深人士 确有丰富经验 能搞清楚关键问题是非取之 但另一方面他们做的工作 也不必然尽善尽本 满足用户的美好想象 为什么我要说第一点 需要变重地看待中国企业的进步 有时真请自信点 因为我最近接手一个金额比较大的案件 在对有关合同这个文本草稿演进的全面审阅过程中发现 中方业主公司法务 曾一度正确地不同意某西欧发达国家 关键设备供货商草拟和成绩的合同文本中 关于仲裁依据 依据ICC仲裁规则 但非国际商会 国际仲裁院的另一家知名仲裁机构 受理和程序管理 大家知道这种所谓混搭仲裁条款 Hybrid Arbitration Clause 在业界争议很大 特别是约定适用ICC规则 但同时约定非ICC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来管理仲裁的这个情况下 之前在新加坡、北京和弊斯德格尔摩等地法院 都有报道过这个典型的案例 这其中不止一个案子 其实当时也由我本人参与处理 众说分语我都很清楚 而且ICC规则自2012版以来 明确在程序规则条文中规定 ICC Clause是唯一有权 适用ICC规则管理案件的机构 所以我客户、中国业主 不同意欧洲这家大公司的仲裁条款 提议是对的 中方法务提出的修改一件事 改为按照SIC规则在新加坡仲裁 合同改适用新加坡法 这个意见四平八稳 没有任何风险 但是欧洲方面固执己见 这个高风险 重裁条款提议 很遗憾 中方没坚持住 正确管理 让了步 那么最终按欧方意见欠了 那么结果今天 双方由于履约发生十日争议 这样的敏感高风险混搭条款 又一次摆在我面前 我在想 这笔买卖并非双方 溢价能力相差悬殊 中方没得谈 因为这笔买卖 是去年2月 俄乌战事爆发后 在谈的 这家老字号欧盟企业呢 就两个主要海外市场 一个俄罗斯 一个中国 所以俄乌冲突后 那么他们基本上 已经没有俄罗斯市场可言 他们需要中国买家 而我客户这笔关键设备采购金额很大 是一个大客户 本可以和欧方谈更稳妥的仲裁条款 对双方将来都有高确定性 都好 但是很遗憾 中方正确意见没顶住 没有坚定信仰 帮助欧方纠正仲裁专业知识欠缺 最终自己让的步 我个人不知道是该哭还是笑 无独有偶 周一徐三乔老师发言中提到 他遇到的一中澳合同中 本来稳健的港众条款 特意加了一条仲裁程序适用法 为西澳法 我同意他推测这是澳洲律师的手笔 更具体说 给中国仲裁用户和律师 带来闹心事的多年来 很难缺席我们西澳本地律师 虽然我们这有很多非常棒的律师 世界一流 那个条款确实话舌添足 不鼓励 不提倡 尽管这样的特别约定 较真起来 技术上不存在问题 适用在我们这 西澳洲的仲裁法 无论是州法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ct 2012 或者是联邦层次的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ct Common Wars 1974 和香港仲裁条例一样 都是基于示范法 只是立法机关和具体行文有所不同 事实上 这个 这样的条款 类似条款 我多次遇到 那么 比如讲 仲裁地约定在新加坡 Seat of Arbitration 新加坡 但程序适用法 专门另行规定为印度法 同样的看似别流 但合法性可操作性 都没有致命上 印度和新加坡仲裁法 都基于示范法 所以对老司机而言呢 路绕一些 但能通 这个不是踩一脚油门 到了 这么简单之间 为什么我要说第二点 两个原因 一个是经验丰富的仲裁庭 确实能识别出一些 从我们代理律师 维护客户的角度 争辩 而且有时并不希望 他们识别出的关键点 比如 在上一页PPT提到一案子 这个部分裁决的裁决书 我把它揭露 摘在这里 下也没关系 就是英文 英文这一段 297等等 都271段的这个 仲裁书的这个解决 简言之 就是 关于这个工期进度的 关键点 究起因 究竟是我方主张的 可以归因于业主 的原因 还是 这个 无论我方主张的 这一个起因 能否站住脚 还另有可能原因 那么 虽然 事先我已在 适用法律和行业规则 允许的范围内 给我中国证人做了最佳可能准备 而且开庭时 我在做opening submission的时候 有引导仲裁 注意力的一线表达 但在庭审现场 有关证人在被经验丰富的 伦敦的QC 交叉谈问下 还是会让真相 真相 这个完整的浮出水面 从而让仲裁庭 识别出 关键争议点 并且呢 做出不利于我方的判断 另一个原因是 即使能源基建类仲裁 经常遇到一些业界最资深的仲裁员 包括发达普通法律的退休大法官 他们中一些人 这个执笔时 无论是因为生理年龄太大 还是其他原因 说理部分的精细程度 仍然不能和其退休前 或和现任的英国 澳大利亚 新加坡等 发达普通法国家的高级别法院大法官 判决同日而已 在案件中 从我绞尽脑汁组织的抗辩意见 没有每一个都获得 资深仲裁员的细致分析 并且予以回应 经常发生 我都早已麻木 但经验比较少的中国用户 有时候对完美优秀仲裁员的幻想 期望值破灭后 那么对这些人或者仲裁本身 都会有深深的失望或者是委屈 那么我个人能理解 但是也要再次和客户深入沟通交流 仲裁专业上 对所谓reasoned award 究竟什么意思 从而是否能够跨越法定挑战裁业局的高门槛 多说一句 事实上 这个事关说理程度火候拿捏的点 也是在普通法事件里面 仲裁遭到诉讼等专业的律师 或者是 这个其他人是批评的一个火力集中点 我也做高端复杂的这个二国诉讼 有比较 所以我完全理解这些批评 对这个问题呢 不论是英国 新加坡 还是瑞典 等地的高级别法院 在部分的这个裁决 司法审查案件中 都有做出过分析 并且美国有学者专门写文章 分析这个问题 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这个专题 事实上就在昨天 美国的一个老仲裁员给我发来一本 他写的书 书名就叫 Reasoned Arbitration Award in the US 916页 时间关系我不在此 这个专注探究了 第三点是关于到位的ESG管理 及相关问题 对这个争议管控的重要性 那么近几年呢 中国国内对ESG的概念和管理 在工程项目重要性的这个认识呢 在进步 我在此只想强调 S-Social这个重要性 对当地聘用员工 当地社区人士 包括这个原住民和项目 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安全健康 以及其他人权保障和包容尊重不相性 甚至比如性取向等 要有到位的管理措施这个落实 说到这呢 我就想牵扯出了一个案件代理中 重复出现的相关问题 就是罢工 大家提到罢工 不要只想到法国或者是英国 事实上大家知道 一旦一路沿线 无论是在亚洲中东还是非洲 都曾经长期是英法执行地 对历史上宗祖国 宗祖国罢工斗争实物不单不陌生 而且许多继承下来 发扬光大 我本人也经历过若干行业的罢工 经历多几次也就心平气和 不仅我本人包括组织实施罢工的工会法 其奋开反对的资访 维持秩序的警方 那么报道世界的媒体 幕后密集谈判的各利益群体 相关方律师等 许多时候都能做到各司其职 井然有序 一次罢工由策划到结束退出 牵扯到许多利益相关方 本身就是一个蛮复杂的项目管理 但是由于境界外体制不同 这个事对从中国走回来的虫毛商来讲 是一个很现实的挑战 我举一个例子 在上一PPT提到的一个案例 我中国客户在我接手该案后 就在有关独立保含 申请指付的诉讼中 提出了一个观点 说业主方和亲外国银行 恶意串通共谋 构成保含这个七大型支付 因为有关预付款保含和立约保含 被所谓七大型这个所对当日 该主要银行被媒体报道 正发生全国大罢工 那么我客户认为呢 因此当日显然银行无法开展业务 包括见所继付业务 那么业主确认当日从银行收到了该款项 必然是引起双方部分人员沆瀣一气 走非正常渠道 阴谋这个运作侵害中国企业权益 但是我必须坦诚地告诉我客户 这个并没有这样的直接因果关系 罢工也有部分 甚至大部分员工罢 但另一部分可能意见不同的员工还在上班 导致银行正常业务运作受影响 但没全部瘫痪的这个情况 另一个例子也在商业PPT的一个案子里 就是中国承购商批用的南亚东南亚当地员工 因为劳动团件待遇发生罢工 我完全理解 中国承购商私下抱怨 当地工人在这个待遇方面的这个认识 和国内工人有很大不同 但是既然走出去 尤其是有些行业是不得不走出去 那么就只能直面现实 研究有关国家的这个罢工制度和实务 从而尽可能管控大工可能构成 关键路径的工期延误风险 而对比如项目收尾阶段 可能发生的工期延误 约金金额计算等攸关经济利益 经济效益的问题造成伤害 第四点关于这个中外律师的这个作用 再思考再认识可能没有时间展开了 那么长话短说吧 在目前这个国内环境氛围下 我之前有请提示 要避免对中国律师的作用 从以前那个遭到矮化不公的对待的极端 猛的突然进入另一个极端的危险倾向 我不介意强调 中国不论是工程业 还是法律服务业者 能多找机会出国 多在境外不同细分市场的部位 听一听不同的声音 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和组织结构 而不是短期出国 复光绿影看一看表面大机构 形容位置 然后就简单然以为洞悉国际市场 回国传播 对国际上的任职 我不愿看到在二三年的今天 还有这个国内同行自卫揽生意 收律师费 而搬出一百年前 也就是鲁迅先生寫 阿Q正传那个棉的思维方式 来看待和评论外国律师 外国或者是洋外这些概念 说到底 在今天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 作为一名海外华人中英解决律师 我主观还是愿意 与部分客观理性务实平衡的中国律师一起 去在境内外协作 帮助那些理性务实而且 仍然能够接受价值观 可以实现求同存异的 中国对待共同承包企业 这些企业远离熟悉的国内 包括家人 朋友和同事 在陌生的海外市场 面对各种艰难险阻 甚至包括比如说纵火 以自杀相威胁 或者是不得不与当地黑恶势力周旋 等极端情形 我这些年陪着一些走出去 比较早的中国承包商 经历过这些事 也愿意继续陪他们走下去 好 愿世界早日恢复和平 和谐生财 我这个发言到此结束 然后想再多占两分钟 回答一个在线问题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他说嗨 一财管理员 你好 希望可以向王军律师请教以下问题 在中国企业走出去 承包外国基建工程项目中 由于中国承包人 基于国内市场环境和实践 相对于较为成熟的承包商 使用项目管理软件 进行这个将期记录 中国承包商的工程项目管理 往往没有具体 这个详细的过程记录 导致在争议发生时 项目进度难以通过证据 完全还原 也给后续鉴定造成的困难 从而导致这个索赔或反索赔困难 因此根据实践在这种情况下 就产生的工程争议 尤其是工期索赔 中国承包商应当如何优化证据和 鉴定策略 那么这个问题有点大 但能看出来问题背后呢 有实物有思考 所以我还是愿意试着简要给出三点小小回答 第一不能对中国承包商一概而言 头部的那些 也和发达不加同行一样 用项目管理软件 进行过程记录 比如刚才PPT上 三个案子里面的两个 头两个 中国EPC总承包商 都使用项目管理软件 那么他们都是用甲骨文 就是Orca Project Planner P6 那么相信提问人很清楚 这个软件包括其他的这个常用软件 比如微软的这个Project等 第二 尽管有用软件的例子 但我能接受中国承包商的队伍 可以很长很长 我们不能只看头部企业 放眼望去大部队浩浩荡荡荡 那么确如提问人所说 那么项目管理中进度季度粗放 导致当时书面证据欠缺 从而令索赔 使证据知识困难属实 但万一发生这种情况 并穷尽搜集了所有形式的书面记录后 那就只能靠亲历有关事件的证人 用证言的方式来弥补和优化证据点 这就牵扯出有关事实证人的可用性 证人证言的数量和质量等可以谈好久的问题 而证人证言的数量和质量呢 也会是首先向客户负责的claims consultant 索赔顾问或者是仲裁中 首先向仲裁庭负责的这个专家证人 在思考个案中用哪种工期延误分析方法的重要考量 比如英国建筑法学会就在有关索赔分析准则中提到 被广泛认可的时间这个影响分析法 Time Impact Analysis 或者是这个中文叫做时间片段窗口法 Time Slice Windows Analysis 都是以进度计划的即时更新为必要条件 这两种方法相对其他这种方法 对项目过程记录信息的完善度要求会更高 说白了有关烹饪方法在具体场合能不能用 要看厨房有什么食材及其数量和质量 所以工期索赔时要清楚 律师毕竟不是法师人 虽然看起来都做了念念有词 那么但隔行如隔山 律师毕竟还是无法互分换 在证据不足时带来神奇福音 最后就是关于你这个问题中提到的后续鉴定 包括问我所谓鉴定策略我不懂什么意思 不清楚这个是不是把国内案件处理的做法 带到国际上呢 国际公共裁中通常不会有国内那种 由工价运营的鉴定机构作为独立第三方 来出所谓这个权威意见 关于造价等专业技术问题 通常是尊重当事人双方程序权利 各自请比如Quantity Surveyor 就是QS 中文叫做工料测量师 或者是造价师吧 那么作为专家证人来提供专家 这个报告证据 Expert Witness 来供仲裁定夺 那么这里面就有很多具体方式的变化 实践中我们代理律师和专家讨论相关问题 最后的这个最终意见 至少是在我办理的案子里面 还是会尊重有关专业的专家 不论是工期还是费用 还是技术等学科的意见 哪怕该意见 并不总是对我客户有利 时间关系我就回到这儿吧 那么后续我们可以进一步 通过其他方式再沟通再探讨 好 谢谢主持人 我结束了 非常的专介 非常的专介 另外 由于我们今天下午的知识点非常多 所以我们会议的结束时间 比园丁的时间晚了接近一小时 接下来 由我们邀请马来西亚艾伦格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Crystal黄慧金女士 她会从另外一个角度 结合自己的实物经验和我们一起分享 能源建工领域纠纷 国际仲裁与一带一路 黄老师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东盟地区 拥有活跃的仲裁业务 重点关注电力常规和可再生能源发电 供水以及复杂的基础设施和工程项目 黄老师同时也是马来西亚艾伦格喜律师事务所的 中国业务组的联席负责人 有请黄老师 谢谢 非常感谢刘律也非常荣幸能够被邀请在这一次的 这个一财 一财仲裁周 备受邀请在这边和大家互相见面 还有学习 这样子 我接下来这个presentation可能会参加于中文和英文 因为这边应该是通常是会用英文来交代 所以在这个一带一路十年周年之际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来聊一聊在马来西亚的一带一路这些项目 所以在这个环节 因为我知道早上这些环节当中呢 大家都是以presentation的一个方式去呈现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都已经近六点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 一个问答环节的方式来进行这一阶段 然后我也邀请了我的实习律师子妻来进行这个调进次 大家下午好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吉隆坡律所 李毅山文林艾伦恩戈亚的实习律师李芷迁 在这30分钟内 我们会 不好意思 我们将会介绍一些在马来西亚具有标志性的 一带一路项目 并且概述一带一路项目所面临的各种风险 以及提出一些 管理和缓解这些风险的方法 接下来我们也会提议仲裁作为此类 作为此类一带一路项目的首选争议解决方法 黄律师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东门地区 都拥有活跃的仲裁业务 重点关注能源、基础设施和工程项目 身为律所的中国业务组的联席负责人 黄律师在马来西亚投资的中国企业中 也是备受信赖的咨询顾问及搜寻律师 近期黄律师被浅博斯杂志 誉为2023年的前职律师 也是在2023年亚洲法律业务马来西亚大奖上 荣获亚洲法律业务年度青年律师奖 那么话不多说我们正式进入我们的问答环节 那么首先我想请我们的黄律师 能不能和我们解释一下 在马来西亚的司法体系 以及建工项目对于马来西亚经济发展 有着什么样的重要性 马来西亚其实是凭着其理想的位置 还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所以马来西亚是公认为值的投资的一个管辖区 尤其是在建筑领域 在这个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它有办法 它有Share of Statistics 所以在这边可以看到在建筑业 今年以来2018年到2020年 这个投资的金额有高达 121.9个Billion 所以在这边可以看到的是 虽然在2020年在疫情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效果 可是过后的那个幅度的上涨 是非常非常快的 原因是在马来西亚的那个法律体系 也是提供了程序上的保障 还有争议解决的这个方式 也是非常成熟 在这个程序上 所以在马来西亚我们是去 我们是用的是普通法 法律呢是以英国法律作为基础 所以很多的那个Commonwealth Country 都会非常对马来西亚法 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马来西亚统计局 它的那个统计数据呢 可以在这个slides里面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的GDP 就是代表生产量的总值 也是在2022年第四季的时候 增长7个巴仙点 所以总的来说 可以说的是2022年 我们可以看到经济比2021年 当然提高了8.7巴仙 另外的话我们可以 在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看的是 对应该是可以的 这样子来summarize整个建筑行业 在马来西亚的进化 好的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 马来西亚有哪些比较有标志性的 一带一路项目呢 自2013年开始 一带一路带进了差不多60多国家 所以在继续发展方面 我们也是看到很多新的项目进来 可是在这10年来我们看到马来西亚的 在马来西亚的大项目 可能有我们在这个slash上面 就是PPT上面的这三个大项目 第一个是我们所谓的ECRL就是快铁 第二个就是summaround 这个是一个石油中心在我们的柔佛州 第三个可以看到的是我们说的这个signature power 可以很开心的来说的呢 这三个项目都是由中企来胜任的 第一个我们说的是在China Communication 就是宗交 第二个pongeround 就是我们有我们的China Petroleum 或者是等等的中企都有在这边设计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那个中建 中建八局来胜任这个项目 就是signature power 他们是主要的承包商 然后在接下来可以看到 在马来西亚的其他中企 在这边发展非常非常不错的 是有在华为还有中国银行 所以这两个是科技业 还有金融业都能看到 中国企业在马来西亚的那个 户伐还有他们的影子在 那么黄律师 根据您的经验来说 您处理过的案件当中 有类似于一带一路项目吗 有当然有 我的工作呢 大部分是中企就是可能有50%60%是中企 所以在马来西亚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关于能源或者建筑行业的项目 我自己办理的项目就有中交 中建中铁都有在马来西亚的 或者是高速公路或者是我们说的 就是比较大的发展 然后发电厂也有 然后还有高速公路 等等这些大型项目 好的 那么您所提及的这些 一带一带一路项目 这些项目呢 有哪些所可能会面临到的风险 一般来说 我觉得大的这些国际业的项目 很常你会看到有真实有主权 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sovereign的风险 然后违约风险 不管你是在本地的项目或者是 international的项目 都会看到违约运营风险 建筑风险 环境风险 那在马来西亚可能是比较要紧的事情 有关项目延时取消 上一个组讲的老师都有讲到这些风险 对 好 那么在中国企业呢 在面临这些风险的时候 他们该如何缓解 或者是管理此类的风险 可是最主要的是 我们可能要谈一谈 在不同的领域方面 方面可能有不同的那些纠纷 譬如说能源领域范围 可能大三个我们可以看到 是建筑 因为建筑过程或是工程过程 具有它特定的风险 然后在合同纠结 到底是在起草一件的时候发生 还是燃料方面的那个风险 所以如果在能源方面 我们很常会看到 PowerPitch's Agreement 就是买卖合同的时候 一些条款有关风险 另外为什么你们把这个规则放出来 因为很常我们看到 我觉得是可能 环境的方式 或者是环境或者是那个概念的问题 很常 就是我们说的 Foreign Investors进来的时候 他们会调到这个 Local Requirements 或者是Local Regulation 就是本地的这一些规则 近期我跟我们其中一个 市集有看到其中一个发电厂 其实很明确的在美国下 如果你要开启 启动一个发电厂 我们Local的一个 Requirements 就是说Certificate of Completion 就是代表你要完工证书 这个是在马来西亚非常普遍的 不管是做大型项目小型项目 你都需要一个 说的这个Certificate of Completion 可是因为执行这项目的人 不是一个本地的人 或者是Advice这个项目的人 不是一个本地的一个律师 所以他根本没有这一方面的 那个Molish 所以变成可能就比较棘手 因为已经开始了生产 开始了运行 你才来搞这个Certificate of Completion 所以这些有关规则的这些纠纷 就如果是没有好好的 知道本地的这些规则 或者监管本地的话 本地使用的这些方面的话 那可能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可能也会困难会可能比较大这样子 而在建筑业就是 刚才善岳老师也是有谈到的 建筑业的 我觉得可能大家也是比较熟悉 比如说提交的索赔 变更延长时间 延长时间关系的索赔 单屋工程 最近当然是有那个 我们说的COVID-19 就是疫情关系的这些单屋 然后有享受的工作 就是Defective Work 到我们图子 然后这些欠款这些问题 这些在马来西亚都有一个特定的解决问题的一些方式 或者是讨债的一些方式 这样子 明白了 那么黄律师 这些中国企业想要在投资这些一带一路项目的时候 面临的这些风险 他们能够做些什么 能够缓解 或者是面对这些风险 是有的 因为我们之前也是有 就是有写一个短的一个article来省略下来 我们觉得可能可以帮助中企在马来西亚 可能handle他们的project 比较容易的方式 第一个我们觉得可能PP进来马来西亚投资的这些中企 往往可能那时候他们是打的是那个感情牌 所以很少会做我们说的business intelligence或者是due diligence 就是商业情报或者是调查 没有那个比较深入的 可是第二班跟第三班这些SOE我们说的中企 可能就比较好一些 所以我们希望投资于外国BR项目 就是投资于马来西亚项目的这些中企 必须考量他们的这些竞争性监管投资环境 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一块 这一点相当重要 尤其是作为收购当地公司决定钱 爱让你是收购 或者是你是跟当地公司合作的 挑选在当地公司的那些合作 尤其是国际投资 除了看价钱还要看一下 这些商业道德 道德朋友欺杀 知识产权的那些权利 还是市场的那些操纵那些方式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地看一看 我们说的地方可能是2019年之前 这些合同所签署的 可能在那个合同监管 或者是合同的那个起场方面 都可能没有那么的完善 可是接下来的这2019年以后的 那些合同都非常不错 这是我们看到在马来西亚中期合同的那些走向 但是再谈到马来西亚一定不可能 确少这个政治风险 除了Ebody这个幅度在5月份 马来西亚政治变动 过后呢我们还要看到体制这个坏 走向的情况 所以很多中期现在的向走向 有些可能没有那么的影响 可是其他的他们都比较成功的挑选了一些 一些跟当地政治没有那么有关联的这些公司 所以也是比较好 所以我还是争取与经验丰富 名誉良好这些当地公司合作 并不是完全依赖这种关系 所以这个政治风险也是需要看一看 当然作为律师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那些中期客户 可以focus在这个法律体系 需要知道可能我等一下会再细说一下法律体系 需要知道的是实行在一带一路的项目 对国家有不同的法律体系 比如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我们是用同法而不是民法 我们观察过一些中国企业 对外国的这些法律体系监管的了解 可能有一点缺乏 可是比较焦虑过后当然就不错了 所以导致社会导致他们无法顺利的 那个管理和执行这些项目 所以因此我们是觉得中国企业 应该在这项目之前执行一些强细的调查 还有交流这样子评估一下 执行项目的那个想法 跟你在一个不同的机器来执行的话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这些风险 另外一个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好好的 translate去翻译这个 其实我们要说的是risk allocation 很常在马来西亚项目当中 我们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risk allocation clause 就是代表风险 就是如果说说有个price fluctuation 或者是有其他change in law 这样子的风险 到底是会谁来负责 到底是甲方还是乙方 特别是设计一代入这些庞大一些项目 所以我们希望的是在国外统治的这些中企 需要确保他们的评估风险 不断是针对于这个项目本身 还要针几个方式 那只是他们所以可以从而挑选一些 对自己风向会比较低的一个close 可是在这个的话呢 马来西亚因为我们是用普通法 所以一定要在还没有清楚合同之前想好 而且草迷在你的 起草在你的那个社群当中 明白的黄律师 那么尽管双方都已经做足了准备 可能那个项目也会有引发一些争议 那么在马来西亚能源及建功求分 通常是会运用哪些争议解决方式 你能和我们细说一下 可以的 在马来西亚常见的就在我们的PPT上面 诉讼 仲裁 专家裁决 还有我们说的法定裁决 最主要要看清楚 我觉得最主要看清楚在马来西亚 可能要重点介绍 应该是我们说的法定裁决 因为法定裁决可能是跟其他 诉讼和仲裁可能对大家 可能没有那么熟悉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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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一个 way to resolve 我们的那个 解决那个争议的那个方式 好 诉讼来说呢 是在当地我们当地本地的法院 在马来西亚是有一个特别的诉讼法院 那个诉讼法院就是我们说的 我们说的那个Construction Core Construction Core 我们是说专门的法院 专门法院是拿来做 建筑方面的纠纷 就包括Energy就是包括能源 所以这个法院的这个律师 这个法院的法官 当然是经常接触的 一款的争议 所以它对建筑方面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除了在高等法院之外呢 我们有上述法院和联邦法院 所以你是有两次听审的机会 第二个方式呢 是我们说的专家裁决 专家裁决 简单来说是Expert Determination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一个area 只有在你合同上面有 有provide到这个途径才能有 通常Expert Determination 你可以在FIDIC合同 就是一个比较规范的一个合同当中是有的 而且这个Expert Determination很常是一个选择性的方式 而不是一个Fix 就是一个Mendatory 一定要走我们的一个解决方式 这样子 解决 纠纷解决的方式 接下来重点介绍法定裁决 在马来西亚2012年建筑业支付裁决法下 我们说的CPAP 提供的这个高效和捷径的这个解决程序 为什么我们会说高效呢 是因为在100天之内 你发出通知100天之内呢 成绩就会出来了 所以代表一方当事人可以启动在裁决 同一时间也可以启动重彩和修送 可是当然重彩和修送 通常是二选一啦 所以这个 还得是看看合同同一过后 才选择哪一个管道这样子 可是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然后呢 它只要是关于construction 就是建筑业的一个索赔 一定可以走法定裁决 然后同样的是 这个法定裁决我们要知道 它是没有一个我们说的 它是一个暂时性的 它没有一个终结的一个 约束形式 就是代表它不是一个final environment 它是pending arbitration pending仲裁 你可以走法定裁决 你可以得到你的金额 后呢 就是在仲裁里面解决其他的 比较大型的 你比如说可能中契合同啊 可能还有其他的那个质量问题啊 这一类的 反索赔的都可以在仲裁里面解决 主要快速要解决的在 法定裁决里面呢 是欠款问题 ok 接下来就是仲裁 说的之前那位老师也是说的非常清楚的 在马来西亚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仲裁中心 就是亚中 我们教的亚洲国际仲裁中心 它是一个 嗯 我们可以说的是已经 在马来西亚历史悠久 所以在马来西亚大的活动当中 你都可以看到其实是AIAC 我们说的亚洲仲裁中心 它其实 新的news当中 就是如果没有记错是2021年的那个 新的 规则当中呢 已经提倡了一个快速的通道 就是我们说的expert determination summary procedure 这个呢快速当中可以在90天判 而且我们有一个新的 新的方式是 emergency arbitration 所以在没有仲裁员的那个 情况当中 如果你有任何急需仲裁解决的这一些 issues 或者是你说的要哪个injunction 禁止令 你都可以走仲裁来得到这个 禁止令 在马来西亚很多 比较大型的项目就是有设计 其中政府或者是柏林公司的项目呢 都是定 AIAC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可能可以说是不能去 更改的一个不能谈 不能更改的一个条款这样子 所以这个也是可能大家该 可能台北的切记的一点这样子 谢谢黄律师 那么您刚才所提及的这四种 争议解决方式 请问哪一个解决方式会是对于一带一路项目的首选呢 可能我简单来说一说 虽然可是我说了很多关于裁决法定裁决的好处 那可是短暂性的一个解决方式 所以当然如果你有至今流动的问题的话 我会考虑说 好我们先来走一个法定裁决 我就举个例子来说 之前我们的一场 两场吧 一场是中 两场是中间的法律问题 我们是考虑跟他们说先走这个法定裁决 然后同一时间我们也是展开了这个arbitration 我们说的仲裁 可是因为法定裁决成绩是非常非常弥小 所以变成走完了法定裁决程序过后呢 大家都考虑 好我们可不可以setup会和解 然后我们可以谈和解这样子 所以那个会达到一个有效的一个 我觉得有效的一个 比较有效的一个效应这样子 当然走差 为什么要走仲裁呢 是因为仲裁 如果跟诉讼来说 你为什么一个中期要来到南下法院解决问题 因为在南下法院你可能用的是南下法 而且是普通法 体系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司法体系是我们的Ruse of Code 对这边的话 第一 肯定是有点不熟悉 然后可能会怕这个马来西亚的那个司法机构 到底是不是公正的 当然我可以跟大家说的是马来西亚的司法机构 一定是一个非常公正的一个地方 公正的一个体系这样子 然后他们的那个程序呢就比较繁杂 而且可以有第一审第二审的最高法院来审 所以时间可能还会比较长 但是如果走仲裁的话呢 时间可能会比较短一些 因为它是一审 可是过后到底能不能在我们的 这个high court我们说的高等法院 再来set aside 还是可以走这个程序 可是门槛就会变得非常非常高 因为任何的我们说的issues of facts 就是关于证据这一方面呢 都一概由仲裁员来审批 而不是由法院的法官来审批 所以门槛会高很多 另外可以来啊 之前李老师也是有说到的是那个保密 在马来西亚如果你是走仲裁的话 他是保密的 就是在马来西亚的那个仲裁法律 也是有说到这些confidentially 所以如果是一些比较 比较顾及这个investor的这一块 这些公司 或者是比较sensitive的这些issues的话呢 都会要求这些中企 或者是要求公司们选择仲裁 来解决这些问题 另外一个是如果是有涉及 譬如说能源项目的话 可能在法院的话 法官们就可能没有那么有兴趣去听 关于technical 关于engineering这些问题 或者是他们关于power purchase agreement 就是买卖这个电流合同的话 可能就没有那么熟悉 是选一个仲裁员 然后仲裁员是一位可能自身的律师 或者是智商的KC或者是老师的话 那可能他们会对这一块这些合同比较熟悉 所以打起就是来summit的时候 可能就比较容易 然后他接受也是比较容易 接受来审查这一块的 issues也是会比较容易 比较这样子 在接下来的话 当然有另外一个在马来西亚 如果你要去审查这两块 到底要仲裁还是输送的话 一个可能可以跟大家交流 或者share的一个点是 在马来西亚如果你是去法院的话 你的legal cost一定是在100到200千左右 就是10到20万 可是如果你是去走仲裁的话 你可能你付的那个legal cost 如果是合理的话 你可以recover一付 如果你是赢的 所以赢家对赢家来讲 你不能不要去 你不获得香港 我可以看你 我可以什么 你不能逃避 怎样 我不得你 没大家带 seperti 我姓 那么 你不得 我 我 你不得 你不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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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因此合同管理这个团队或者项目团队之间 往往会有这个出现信息不对称的这个问题 所以如果信息团队没有充分的满足的话 一方面可能到最后会无法或者是无权进行索配 因此如果拥有一个系统化的一个文件管理 或者是记录的话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是对于这个化学性的这些大项目 因为很常可能内部信息是用中文的 所以如果还是需要translate或者是要散出去的话 如果有一个系统化 那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一个set这样子 那么接下来呢 合同后期阶段 如果对方会能付款 我可以通过清盘程序就是winding up proceeding 向始股公司holding company收回为付款项 在马来西亚的话呢 解开公司面杀就是我们说的lifting of corporate view 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态 而你要通过这个解开公司面杀这个程序 才能向始股公司或者我们说的这个母公司来追债 所以如果你没有说的这个母公司担保管呢 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 除非你可以proof 你可以矩阵说到 其实控股公司是跟 控股公司跟子公司是shared directors 或者是控股公司是直接下令子公司来执行 关于这项目的任何指令啊 或者写信啊 来参加meeting这些 不然的话最久以来就是非常非常难 因此当美国方不遵从这个支付命令时 按觉债权人通常呢 只能对你这个债权人进行清盘程序 以收回这个债务这样子 然而由于清盘令对所有的债人有利 所以就无法真正确确的去担保这个债权人 我们说的现在这个债权人 能得到最终的这个资产 的资产 因为资产如果你会被清盘的话 当然代表你资产是非常少这样子 所以如果进行任何项目的话 在马来西亚可能就有 可能如果你是跟柜林公司或者是跟政府 任何的话还是得有说这个公司担保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环节就到这里 我们非常感谢黄律师的分享 也非常感谢所有听众的支持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黄老师和芷芊 对于我们了解一带一路背景下 能源建工领域纠纷国际仲裁 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国内背景下 建工领域仲裁的相关讨论 今天最后一位嘉宾老师是密斯博士 密老师是深圳国际仲裁院案件管理二处副处长 主要负责建设工程类及土地房地产 类型案件的仲裁程序管理及裁决审核工作 有请密老师 大家下午好 我是深圳国际仲裁院案件管理二处的密斯 很开心今天能够和各位一起来参加 一财仲裁周第四天的精彩活动 那我今天想要分享的题目呢 是建设工程领域高质量纠纷解决的路径探讨 谢谢大家 我这边自己来共享就可以了 谢谢 那么建设工程行业呢 对城市和对国家的发展的重要意义 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 那么从我们这个纠纷解决机构的角度来出发的话 可以为行业提供怎么样的正向的助力呢 我想其实协助行业去探寻高质量的纠纷解决路径 以及为行业的当事人带来更加舒心的 高质量的这个纠纷解决体验 应当是我们的第一序列的目标跟要务 那么何谓高质量呢 可能大家马上会想到的就是独立跟公正 那这当然也是高质量中核心的一环 不过如果必须呢 要对我们高质量的这个纠纷解决路径 给出一个关键词的话 我自己会给出懂行这个词 那么懂行一词呢 我认为它其实是包括了三个角度的懂 第一个懂呢 是懂行业内核心纠纷的特性 二呢 是懂行业对纠纷解决之所需 三呢 是懂纠纷解决之道 那我所在的这个案管二处 它主要负责的就是建设工程类 以及土地还有房地产类的这个争议 那在处理案件的过程当中呢 我自己的体会是建设工程类的案件 其实最明显的几个特征 分别就是争议金额的两极 专业性要求之高 以及纠纷解决程序的复杂 还有不可控因素的集中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 争议金额两极这个特性 那2022年呢 我们约受理的建设工程类的案件里面啊 争议金额最小的仅有一千元 而当年最大的同类案件争议金额呢 则高达数十亿元 争议金额它其实虽然并不能够 绝对代表案件的难度 不过争议金额的大小呢 却是我们判断案件采取何种纠纷 解决路径时非常重要的这个参考指标 还有考虑因素 而实际上呢 建设工程领域内的争议跟难点嘛 其实是五花八门的 有的案件的难点 它可能是会在专业性方面 但有的案子的难度呢 是却是在于这个法律的尺度 还有温度之间的这种平衡 还有调和当中 那顺着这个话题 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专业性啊 建功类案件的专业性要求 普遍都是比较高的 这当中的这个专业性要求呢 不仅仅是对裁判者 还有纠纷解决机构来说 同时呢 也是对当事人以及代理人而言的 而且这里的专业性呢 它不仅仅是针对法律层面的 同时也会针对我们行业跟技术层面 虽然我们国家对这个建设工程呢 它是有专门的这些法律规定 然后民法典呢 也有专门的规定 同时还有配套的这些司法解释 不过在实践当中 要妥善的去解决建设工程领域的争议 仅知晓这些规定 其实远远是不够的 因为除了这些部门规章之外 它其实还有好如烟海的各种行业规范 有时候这些规定之间 可能还会存在适用上面的冲突 那就更别说我们工程的 这个实际操作当中 还存在着许多灰色地带 还有一些惯例 那没有深耕于这个行业的 这个中立方还有代理人 其实是很难兼顾行业 跟法律双重专业性的要求的 那我们再来聊一下 这个纠纷解决程序复杂的这个特性 那建工的纠纷跟传统的借贷 买卖这些民商事案件相比呢 当事人提交案件材料的体量 往往是很大的 此外呢这个建设工程案件的争议焦点 又会集中在 例如说面积啊 工程量或者是单价的确定问题之上 那尽管我们的仲裁员或者是裁判者 他会尽其所能的去通过 向双方调查的方式来尽可能的查明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有不少的案件 最终仍然是需要辅置于这种 例如说评估鉴定造价等等的专家程序 才可以把这类问题妥善的解决 那对于这个现象 其实我自己的体会也是比较深刻的 因为刚刚也说到嘛 二处是专攻这个建工类的案件的 那我们部门的秘书所发起的 这种鉴定类的专家程序事项的数量 一直都是稳居第一 而且有时候呢 这种比较疑难复杂的案件 它可能涉及的鉴定问题还不止一项 例如说有时候我们要先对这个质量问题 进行一个质量鉴定的分析处据相应的报告 由此才能够再做出一个修复方案的报告 那这个修复方案可能还要进一步的 去做一个造价性的这个报告 此外这个对外调查程序呢 也是建工类就分非常常见的程序 那例如说建筑物的这个违建啊 全属的状态啊 建设的工程的施工的资质啊 挂靠等等问题的这些查明 它都可能是需要启动对外调查程序的 而且特别的程序越多呢 当时提出的这个程序性意义的可能性 也会随之增加 那我们也知道对于程序性意义 在仲裁程序里头 仲裁庭是必须要处理 并且要给予回应的 由此一来的话 案件的程序就会进一步的变得复杂 而且冗长 那说到这里 我们不免又要再补充了一下 这专业性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刚刚会强调说 当事人特别是代理人 要有这个专业性的要求呢 因为我们在实践当中发现呢 代理人专业性的不足 其实是容易诱发对程序安排的误解的 例如说某一项事实 它必须要通过鉴定 或者是对外调查程序 才能够去查明 但由于当事人跟代理人 他不理解启动这些程序的目的跟意义 就会容易产生 例如说仲裁庭会不会一键带审呢 仲裁庭做鉴定 是不是为了偏袒另一方呢 仲裁庭非要做鉴定 是不是要故意为难 我们当事人增加成本 等等的这些疑虑跟挑战 但如果是有专业积累的这个代理人 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他看见仲裁庭做出这样子的决定 就能够迅速的理解到 其实仲裁庭 他是在试图穷进方式去查明实情 从而他们会比较正向的 给予仲裁庭很专业的反馈 并且给予一个很积极的配合 并且呢他们也能够恰当的向自己的当事人 去进行一个解释的工作 去消解他们的疑虑 而如果真的产生了仲裁庭 以建代审等等的这些担忧呢 仲裁庭呃 代理人他也是有能力及时的发现 并且及时的去复具专业充分的理由 申请仲裁庭对这个问题去进行解答跟回应 恰当的去保护当事人的权利 那最后一个特性呢是不可扣因素集中 这个特质呢一方面它是体现在建设工程纠纷 它具有繁殖性的这个特征 那建设工程当中的这些项目是环环相扣的 它涉及到很多重的这些法律关系 那这些法律关系呢可能是上下游 也可能是平行发生的 那如果说某一个核心的环节 它诱发了纠纷 而我们处理又不当的话 则很可能会发生争议的多米诺的效应 导致失控 另外一个方面呢也会体现在 纠纷的敏感因素集中 例如说我们这个实际的施工人 跟承包人之间的这个纠纷案件 程序受阻的原因 其实有时往往并不是直接基于案件当事人的 有可能是施工对工人薪资等等的这些方面所导致的 那这些不可控的因素是 我们这个建工纠纷当中难以避开的话题 虽然它们不是传统意义上面的法律问题